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公听会 来共同讨论我们未来的产业创新的政策 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台湾 能够有产业的战略 能够让台湾再崇尚国际的舞台 我想今天与会的很多 都是我们在台湾财经方面的 一个先进朋友 所以对于基本的架构 我就不花时间多说明 但是我想在座的诸位都知道 我们台湾是潜碟式的经济体 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展台湾的经济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们还是要依赖 我们的投资的环境 还是要依赖我们投资的环境 因为出口的部分会看全球的市场的状况 所以它受的波动是相当相当大 那我们看到过去以来 其实有奖励 投资条例 然后也有促产 然后到现在的产创 从每一个政府的重大政策的方面来看的时候 如果你的奖励得当的一个情况之下 基本上来讲 你是可以把我们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发展的方向 能够导向未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的部分 其实它也是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看到其实到今天为止 不可否认的 我们今天的台湾的经济 还是严重的依赖 以前过往所做的 奖金国时代所做的那个规划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这个规划得当 所以我们是可以站上 世界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供应链上面 然后台湾也因为代工的关系 所以在世界的经济上面来讲 的确是占有一席之地 可是我们也知道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的数据有出来 我们看到台湾人才的部分来讲 是全球人才流失第一名 全球人才流失第一名 那几个主要的发展经济的领域呢 一个市场 台湾的内需市场很小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 台湾内需市场怎么样子扩充 它compare其他全球各大的国家呢 它都有限 可是就其他三个因素上面来讲 人才技术资金的部分来看 我们看看资金 其实台湾的资金本身的资金来讲 并不缺乏 台湾本身的资金来讲呢 这个data显示呢 去年已经累积到11兆多 已经累积到11兆多 那对于技术的部分呢 其实在IT的产业里面来讲 到目前来讲 我们当然领先的优势 是持续的在视为当中 可是从全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其实还是在 还是领先的 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领先那么多了 好 如果从人才流失 技术也不在这么长拙的这个领先的一个情况之下 怎么样子让资金可以充分运用在 这个对台湾经济有利的这个投资标的 我想它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看到产创条例呢 其实不可会远的在我从2012年担任立委以来 我在2012年呢就已经提出了产创条例的修正 在这产创条例的修正里面呢 有几个其实非常重要的议题 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留财 揽财的部分 我们提出来了 怎么样子能够鼓励人才要留在台湾 那么第二个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关于技术座驾鼓励缓科的部分 那我想在座的诸位都知道 其实在前一阵子公司法修正通过了避锁型公司 所以通过避锁型公司之后呢 以前的你的座驾可以用技术座驾 在今天避锁型公司的情况之下 你还甚至可以用劳务座驾 可以用信用座驾 但是信用座驾劳务座驾 它要怎么样建架 今天我们有会计师 也有到了这个也有与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讲 既然法令修订 法令修订应该不是只是图具形式 法令的修订应该有它的实质上面的含义 所以既然避锁型的公司已经通过之后呢 对于怎么样子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不管是透过避锁型公司的这个规划 或者是我们希望产创条例的部分 如果在野党的朋友能够同意的话 其实因为他已经出委员会了 也已经做党团的这个协商 如果在野党的朋友可以同意的话 他其实可以在这个会期里面过 如果能够让他在这个会期里面过 最起码 最起码我们还可以有一些 让台湾可以流财的一些的这个机制的存在 那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在早期的时候台湾发展是强调制造业 可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服务业 其实占了七成以上 虽然它的GDP的比例不高 可是我们看到值得我们借进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用韩国来看 因为早期的时候韩国跟台湾的技术 其实我觉得是不相上下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在全球 你大概都会看到三星 三星 或者你可以看到LG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他不是只有制造而已 他把自己的brand打出来 所以他在全球上面来讲 他是有他国内产业的一个品牌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全球品牌这个协会的理事长 陈理事长也到 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子协助台湾的产业 我们不是只有经济发展而已 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看短期中期 我们还要看到长期 怎么样能够看到长期 基本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的品牌一定要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才能够在全球的这个经济体制之下 能够有一席之地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与会的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朋友 我就不要多浪费时间在这边 所以我想今天召开这个产创条例的这个公厅会 我们是按照立法院职权行司法的规定 我们召开这个公厅会 也希望能够听取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么我们也会详实的记录 各位的这个高见 然后列入我们立法院的公报的记录当中 将来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法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呢 对立法者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拜托大家 虽然时间有限呢 可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公厅会里面 把最重要你认为对于台湾发展 最需要琢磨的一个地方呢 还有他的理由呢 能够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与会的贵宾朋友们 因为这个我们学者专家是这个客亲嘛 所以我们一往一改惯例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学者专家 我们第一位呢 要介绍的是我们社团法人 全球品牌管理协会的陈春山理事长 第二位呢 是我们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的 梁振德梁总经理 第三位呢 是我们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的 王健全副院长 第四位呢 是我们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 产业情报研究所 资讯电子产业研究中心的 洪春辉洪主任 下一位是我们安侯建业 投资控股公司的 方万 对不起 方燕林方副董事长 然后是我们台湾证券交易所 黄乃宽黄副总经理 然后我们接下来请 介绍我们经济部 常务次长沈荣金 还有我们这个 商业师许福天 许专门委员 他还没到 在路上 我们技术处的 周景玉 周专门委员 工业局的 萧正荣 萧副局长 国贸局的 张淑毅 张副组长 中小企业处的 蔡宜兼 蔡专门委员 蔡专门委员 常常有一些 这个 那个文章的发表 这个 本席都拜读过 还有我们国家 发展委员会的 高先贵 高副主委 产业发展处的 林德森 林副处长 原力发展处的 陈雅文 陈科长 综合规划处的 李嘉兴 李专员 财政部的 许余泽 许长次 那个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产创的部分呢 那个长次呢 都每一次 还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长次都 许长次呢 都非常尽心尽力的 在协助 所以这个 一定要让全民知道 OK 我们赴税组的 蔡毕甄 蔡副署长 国产署的 陈志华 陈副组长 劳动部的 黄维生 黄副司长 那个 对不起啊 我介绍的时候 同时要想讲 劳动部很重要 尤其我们这个 人力资源的部分 可能特别拜托一下 不是只有考虑 这个 蓝领的部分 因为这个 很多事情要解决 劳动力发展署的 侯松颜 侯检任 视察 科技部的 许真如 许副司长 金管会的 薛大勇 薛副处长 银行局的 陈湘宁 陈副局长 好 我们今天的 公听会的程序 我们 还是 先请 学者专家 发言 然后呢 我们再请 本院的委员 或行政机关 代表发言 每位发言的时间 五分钟 可以吗 够不够 五分钟 八分钟 五到八分钟 好 每位发言的时间 为五到八分钟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第一位 是不是就请我们 全球品牌管理协会的 陈春山 陈理事长 委员 还有两位次长副主委 还有各位官员 各位学者专家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感谢李委员 那么在我们过去半年的接触过程里面 都非常觉得说 台湾其实是有一些需要归零思考 往前走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就用以下 大概很简单的 PowerPoint来说明 大概这半年里面 我们也访问了不同的专家 就台湾其实碰到了一些困境 虽然说现在是一个 嫌疾的旺季 但是我想很多国家 其实不等嫌疾的 他其实在不断的 在推动自己的改变 包括普景卫最近也在 带了一百多个企业家到 细骨器 他自己也宣称 韩国需要动大手术 所以我想 本身这个议题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等一下会 对产创条例 从我们的访问过程里面 对产创条例 如果近期可以修正 那应该修正什么 来做一点建议 不过我在容我 大概用五到八分钟的时间 很快来说明一下 我们做了一些访谈 那么一些结论 看能不能来作为 台湾未来的改变 那刚才主席 有谈到韩国的部分 我最近看一下 过去15年的资料 我们过去15年 大概很多数字看起来 都是韩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包括我们这个 受雇的薪资所得 大概现在平均 大概四万多 韩国七万多 15年前 大概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它的成长力 我们大概这几年来 大概成长了百分之四十 而他们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他们在每年的外资的引进 大概这个是我们的三倍 那我们企业的引以同时也是 它是我们的三倍 所以看起来过去15年 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本身其实碰到了一些困境 那这个不只是我们碰到 韩国的竞争的问题 有一个国家 那么它现在人口一百 一亿人口 然后每年增加两百万 然后GDP六八 它7-11在那个地方 每年增加三百家 各位猜这是哪一个国家 菲律宾 菲律宾 GDP六八 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有前有对象 后面有追兵 这是一个台湾必须要的困境 我想很快的来说明 其实很多人其实跟我们讲 我们过去15年 有些错误在什么地方 中欧协议的一个老外 说明我们其实在整个的台湾的弱化 他也讶异 台湾很早就进入中国 但是我们一直把它那个地方当作工厂 而不是打到当作市场 其实我们在做输出价值的一个机会 其实没有了 下一页 那这个本身有很多的问题 不过基本上刚才主席所谈到的 我们其实在建立我们的前九品牌产业 一直都碰到困境 我想包括市长几位 其实都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没有建立我们前九品牌产业的 我们必须答案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事实上离 我们觉得要创造价值的这个目标很远 下一页 下一页 那这个本身 我们觉得是有很大的不足 那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短期出口多多少少的问题 而是一个中长期结构的问题 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的品牌产业的不足 国际化的战略不足 创新研发制裁的不足 国际行销人才的不足 还有刚才主席所谈到的 不管是白领或蓝领的 尤其是白领的 国际人才的输入是不足的 我们等一下会特别介绍瑞士的模式 那个国家是随时有四分之一的白领 在那个国家帮助他们做 global operation global competition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转意 所以我们思考 如果台湾过去从战后70年是台湾1.0 我们要不要思考我们台湾的未来10年 是不是要有台湾2.0的一个竞争的model要出来 那这些东西要反映在我们的成创的条例 下一页 所以我很必须要说 我们过去15年不太创新的go 不管是在产业结构 不管是在很多的作为 那用Peter Drucker这句话来讲 其实是给我们自己一个警惕 我们其实是不是答应 我们是不是某种程度是在 很强烈的衰弱过程里面 下一页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觉得今天所谈的可能很快的来说明 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结构的问题 我觉得瑞士跟加州的溪谷 这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在未来10年 其实可以好好想一想 怎么样来做体质政策跟法规的改变下一页 瑞士本身在很多的数字 都是在全球的顶尖 我们台湾其实很多都在努力 但是离这个顶尖 当然这个距离很大 我们不是说我们大概后年 五年要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个路线图 慢慢在很多的指标往前走 那即使这个国家 你看但它的基础的架构 就是事实上非常重要 就是我一直跟李伟赢请教的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全球化 在大的在小的 在细节上 在语言上 在教义上 能够做得更好 这是台湾本质上的改变 这个才能够很快的 跟中国的差距能够拉大 没有前面的全球化 和国际接轨 事实上整个要跟中国做产业的竞争等等 都是小议题 我觉得关系的议题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的问题 下一页 那这个中间 如果我们全球化的战略够清楚 那我们本身在 国际品牌集团的建立 还有国际人才的引进 其实就是可以慢慢的往前走 下一页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就不再说明 其实他本身 我们常常碰到瑞士人 他一直跟我讲说 其实在瑞士的一些企业家 说不发展品牌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不重视细节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不重视品质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文化 跟我们自己的 message的改变 下一页 这个就跳过去 我想最后 以复印主席刚才讲的 一切还是人才 我记得我们台湾的发展 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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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人才 我们等一下一切 以下讲都是空的 所以我个人非常觉得说 怎么样在人才这一端 其实创造一个根本的改变 一方面尊重原来的就业的体系 另一方面做创新人口的改变 下一页 所以如以人才核心来做所有 等一下 所谈的一些战略改变 才是所有的核心 没有台积电 台湾没有半导体 没有张忠某 其实没有台积电 也没有台湾的半导体 请问张忠某行人怎么来 我很快的快说明一下 下一页 那这个是 他们自己常常加 我到瑞士里 其实这张图是非常的清楚 下一页 他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品牌 集团的结构 来思考他的产业结构 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一直跟主席谈的 是要一个台湾需要一个产业基金 来帮助台湾很多企业 从小scale 比如说我们资本市场 是不是某种程度 要真的好好思考 是合一的问题 能够把它scale up 那是台湾的一个基本的关键 下一页 各位可以看到 800万的人口 他只要一出手 每一个产业就是全球第一 而且是一个scale up 所以他每个产业的品牌 价值就非常的高 下一页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像雀草 只要台商在大陆 有一个食品业不做 他就做并购 所以他就事实上用这种结构 来创造一个 他前求的第一 下一页 Swatch集团也是一样 好 下一页 那我大概 不把powerful 我想这个powerful 我都可以给大家 我想再跑两三页 台湾的未来模式是什么 下一页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来思考一个战略 就是瑞士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全球品牌立果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当作我们未来十年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法规 都可以走的路 那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驱动的力量 单纯的这种mindset 其实是不够的 一定要我们基本上 要更大力的扶植 这个也许市长一直在做 这个系统整合办公室的 平台的产业要做起来 电子商务台湾要做起来 全球的创新要做起来 我们的产创条例 最后呢 全球人才一定要做起来 也就是说台湾过去的1.0 事实上是靠我们量大跟勤奋 我记得台湾的2.0 可能是一个mission empowered vision empowered 人才 empowered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结构 其实跟1.0 本身的差异化会有的 那其实我们全球品牌协会 现在刚好最近在做一个白皮书 那我们本身也希望把瑞士 我们也请很多瑞士专家 来给供台湾的建议 我就不一一在这个地方做赘述 不过我最后也提供一个想法 我们最后发现 其实台湾中小企业很重要 但是scale up的 一个这样的A team更重要 所以怎么样让台湾的A team 能够更结合在一起 资本市场的四合一的 A team要不要形成 那这个我才是最重要的 A team在形成的过程里面 它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产业基金的协助 所以有第二个 我们觉得也许很多人在提到台版大马戏 当然这个议题谈了很多 但是一个产业基金 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产业基金 事实上是必要的 台湾不是没有钱 台湾基本上邮政公司 我想大家总经理可以提到 台湾其实邮政 整个保险业事实上有19兆 我们四大基金有将近10兆 我们的邮政有6兆 整个加起来有30兆 我们就用1%的可能性 也就是大概只有3000亿 其实就可以 挹注很多A team的形成的可能性 所以第一个 我个人觉得在成创条例 怎么样有一个产业的发展的基金 来协助台湾 整个A team的更大的形成 然后我们也期待 产创条例的 是不是可以期待政府的机关 他定期的每5年的 来颁布一个产业的战略纲领 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 那么大家往前走 虽然当然经济部本身 过去不断的有一些计划书了 但是我觉得要从Botten Up跟Top Down 每5年的来颁布一个战略纲领 根据这个纲领我们来协助我们的产业发展基金 然后产业发展基金来形成A team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一个 如果我们从瑞士的一个角度 事实上是一个可行的model 那我就不一一赘述往这个过程 不过我是非常佩服主席 还有几位 其实台湾 其实条件是很好 就是大概我们可能过去的 Low Map事实上 事实上是可以归零思考一下 我想就以上说明 谢谢 好 谢谢陈理事长 我们接下来请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的梁震德 梁总经理 不介绍 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分享一下有关如何面对台湾的一个全球的趋势 然后我们台湾的商机到底在哪里 其实两年前 前美国的总统高尔 其实他就出了一本书 其实他也谈到世界上有六个趋势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趋势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权力的平衡 也就是说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已经逐渐从西方移到东方 由富国移到新兴国家 所以我们谈全球的战略 其实我们第一步应该是说 其实我们谈亚洲的战略 其实未来真的我们的机会应该是会在亚洲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许是可以先把我们 也许我们从金融保险的角度 亚洲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是突破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在台湾有六个兆元以上的一个产业 其实金融保险业就是其中一项 所以说金融保险业基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者 也是一个投资者 所以说他可以带领我们的产业到海外去 进行海外并购的投资 也可以透过他的一个技术 将我们的市场需求带进台湾 那我举个例来讲就是以我比较熟悉的保险业来说 其实现在不只是台湾 甚至是世界很多国家 其实都面临了高龄化的一个问题 那银法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像台湾以台湾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医疗资源 有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照护的资源 也有非常好的天然的景色 那更有非常好的人情味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产业做一个结合 能够吸引外国的一些银法族 到台湾做一个long stay 其实也可以在台湾创造一个新的产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在两天前 我想蔡玉玲蔡正伟有提到车联网 是下一个竞技场 那其实还有一个他最会理路 就是跟保险的结合 那因为台湾其实在科技业的领先 其实是非常的显著的 那我们如何将我们的科技产业 跟其他的产业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其实是应该是我们未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就比如说我们讲说像 那个自通讯产业好了 那如何车联网跟我们的保险做结合 那我们的健康管理像这种行动载具 其实在台湾都非常的先进 如何跟我们的健康管理行业 跟我们的受险业做结合 这些产业的结合 其实都可以开创出新的一些商机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要开创一个 新的一个成长模式 我倒觉得说 第一个就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运用科技的整合 来做跨界的一个发展 第二个就是资料的分析 过去我们都认为说通路是网 现在已经变成是资料是网 拥有资料者基本上就可以掌握 未来的商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现在 既有的一些资料的一个分析的技术 让我们的产 创出一个新的商机 其实应该是我们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还有一个是并购 那在金融保险业务 刚刚李治安有提到 其实保险业务有19兆的资金 那其实它可以帮我们 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 其实找到非常多的一个并购的一个动能 那这个动能其实一方面 也必须要靠我们的法规 给我们一些很多支持 那这一部分基本上 我想金管会其实也做了非常多 那这两年来也有非常多的成效 我想这是部分未来 其实我们应该继续做的 因为要建立一个平台 第一个条件其实就是规模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 你才有办法建立一定的品牌 那最后一个其实大家都谈到 其实也是人才 那刚好是10月 远见杂志刚好有一篇报导 就在讲到肖世忠的上班族 其实台湾的人才真的在去 非常迅速的在流失 其实刚好是上了两个礼拜 我到中部一家科技大学去 做一个演讲的时候 也听到老师在讲 他们学校有七成的学生 是就助学贷款 班上第一名毕业的学生 不敢到公司去上班 他宁愿去卖场去当收银员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 一个人才非常大的浪费 我们如何让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刚刚其实大家都有谈到 其实就是我们的技职体系 跟大学体系 怎么做彻底的一个分野 让我们的人才能够真的 做充分的发挥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人才 我们的教育政策 应该正要做一个 很彻底的一个检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语言 那我们要谈全球化 其实语言 台湾的语言能力 其实有在进步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够 应该是要再继续来强化 我觉得我有足够的 外语能力的人才 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是 逐步的走出去 那其实今天我们谈到说 其实现在其实政府 也有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一些全球的进财方案 我想这是明年会实施的 那另外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的 就是包括 我们的产生发展条例的 第18条第19条之一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检讨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如何去吸引国外的专业人才 进来台湾 那其实这是涉及到 我们的移民政策 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适合的移民政策 能够让外面的白领阶级 能够进台湾来服务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 因为我觉得现在 其实一个世界上 其实不管说是瑞士 新加坡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政府跟民间如何做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PPP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政府能够 协助我们的民间产业 带头到海外去打拼市场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像最近这两年去 金管会去也跟 非常多的国家做一些 监理平台 监理合作 那这些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民间企业 去海外做不管是投资 或者是并购都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这几个部分 应该都是我们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以上大概很简单的 就我大概了解的部分 跟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 做一个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 两总经理 我们接下来请 这个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 洪才龙 洪教授 主席李委员 各位委员 你在座各位先进 大家早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受邀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于 这台湾目前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法律的制定 就是那个产创条例的这个修正 那刚刚机会先进 也把整个台湾目前 遇到的一些困难跟挑战 做了很好的说明 那针对人才资金 或者国际接轨 我想也都有很好的铺陈 我这边就不再赘述 那我这边大家只提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的确目前台湾 遇到的整个经济发展的 这个挑战相当的严峻 我想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 那另外是个技术的这个进步 非常的这个快速 那另外当然还有整个 中国大陆晚进 逐渐加入这个 国际的经贸体系 我想这些都对台湾的整个 产业发展跟的经济转型 有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 跟这个这个挑战 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那台湾这个两千三百万 这个人口 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市场 那我这边要提到是说 很多人长久以来 在面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策略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个民思 就是认为说台湾整个这个市场 是浅跌子 那这个规模太小 所以我们整个都把市场 整个眼光都完全的放在外面 那反而忽略了 如何从这个 这块土地上 以及我们整个 既有的这些优势跟条件做起 我想我今天主要来 就是要跟大家谈这一点 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民思 以及如何把这样的民思 有效的总化成 各位委员目前正在修订的 这个产业条例里面 我相信如果把一些观念 作为调整的话 或许对台湾未来整个经济发展 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我自己在前不久 在报上有写一篇文章 为了这个严谨起见 我大概把我这篇文章的一个 重要的内容 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那待会也会交给那个医师人员 那我这边第一点提到是说 台湾在2010年 订定这个产丧条例 取代了原先的 这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想法跟做法上的确大有进步 包括在降税跟奖励的内容 从早期的这个投资 生产跟研发 创新无形资产的运用 已经都扣起到 那涵盖的对象 也跳脱 原先只是以制造业 为主 扣起到这个农业跟这个服务业 那政策的重心 也从原先的这个工业区 提升到各种需求的这个园区 所以很清楚的 2010年订定这个产丧条例 它是阳系的这个产业别的这个奖励 转而注重这个功能性的这个 产业环境的这个营造 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发觉 这部产串条例 因为欠缺 这个核心价值 跟这个积极性的这个发展战略 以至于对台湾近来 整个产业发展这个困境 帮助有限 特别是近年来 整个政府的财政困难 那很多的这个厂商 必须去这个盆分 或者说分享 这有限的积极优惠 这个 深多多少的这个情况之下 导致这个效果也大打折扣 那 我这边主要再提到是说 特别是这个产业条例 我指的是2010年订定这个 这个产业条例 它的立法宗旨 我这边念一下 改善产业环境 提升产业竞争力 那照看来 这是相当的这个抽象 还不够具体 虽然标榜对各产业一视通仁 但因为缺乏这个核心价值 所以呢 很难成为这个产业发展 这个整个策略的指引的这个纲领 很容易演变成什么都要 但什么都做不成 因为毕竟国家资源有限 不可能面面俱到 那我这样讲 并不是说主张要回到过去 继续采取这种 选拔出特定的这个 产业厂商 所谓的pick up the winner 不一定是完全这样的一个策略 事实上 随着视野的这个 多元发展 自动化跟数位化的这个 生产技术的进步神速 乃至于台湾已经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WTO 这样的一个多边体制 对传统的这个产业政策 的工具 的确也造成很大的这个约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呢各国的整个产观学 其实在这几年来 也纷纷对这个产业政策 特别是国家 如何在这个经济发展 活动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也有一些不少的一些 新颖的一些思考 其中 我跟大家分享是说 需求导向这个研发跟生产策略 最受肯定 就是说 我这边引用那个中金院 这是那个陈信隆所长 他有一段 针对这个有一段很精彩的这个阐释 我跟大家分享 他说 看待本土内需 在科技创新的角色的时候 不宜 只是用市场的大小跟规模 来解读这个本土市场的价值 应该强调 他作为创新 触动者的重要性 应该利用本土的一些独特 或具有特色的这个需求 那结合先驱的使用者 激发产业创新 进一步寻求对外出口的这个潜能 是由内而外 比如新加坡缺水 但是它发展出高效率的这个海水的淡化技术 那以色列的任何资安 跟这个节水的农业 也是先满足自己内部的需求 最后也能够出口 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上天给台湾的这个条件 对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考验 尽可能都化成商机 跟发展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路向 方向 包括防灾 安全 食安 太阳能 海洋产业 甚至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长照 社区跟城乡改造 凡是可以提升台湾的这个生活品质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觉得都应该列为 未来整个产业发展的策略性的一个 辅助或是说支持的一个产业目标 那这个 在这 如果我们先认定出这些 范围之后 然后再以国家的资源 整个有系统的 而且大局的这个投入 因此我们相信可以创造出 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这个产业 以及这个高品质的这个就业机会 那我这边最后强调是说 特别是我刚刚再理清一点 我们去选这些以国内内需为主的这些产业 并不是毫无条件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定定跟制定 严格的这个日落条款 一定期限之后 必须这个退场 让给其他更有潜能的产业 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扶不起的阿斗 那样的一个后遗症 那针对这个产专条例这个修正 或其他台湾未来的整个策略性产业的 这个条例的定定 我们主张不妨考虑上述 我所提到这些发展策略 以上分谢谢 好我们谢谢红助理教授 我们接下来请财团法人 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健全王副院长 主席李委员 还有这个大院的委员 各位长官 各位语谈人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那我其实今天很荣幸 来参加这个创新升级转型了 我想台湾的优势在中小企业 群聚水平分工 电子资讯业 跟我们最近冒起来的生物科技产业了 那我觉得这都蛮强的 那大陆最近其实起来 但是大陆其实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现在人非常的浮夸 很会包装很浮夸 这是台湾的机会 为什么 他现在不断的去烧钱 不断的要很快速的一些 抢的一些利润 所以台湾品质的精进 商业模式的精致化 跟及时的上限 这是台湾的机会 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们没有信心 但是其实台湾是有机会 因为我几个朋友从大陆回来 他觉得他看到大陆的危机 就是拼命的 现在大陆有流行就说 在大陆创业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一定会赚钱 每天有人捧着钱 大家怕是赶上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机会 再来我提到台湾的几个产业 在升级赚新的一个方向 我们在电子资讯业 因为红色公司年起来 台湾在电子资讯业 跟资本命令产业 其实台湾要区隔大陆 其实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资本密集 投入太多 加上台湾没有基础性的IP 整个大船要掉队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 而且事实上大陆主战场 还是在大陆 为什么因为大陆的市场 所以大陆要改变游戏规则 让你去参股 你没有参股或没有干嘛的话 你事实上要取得大陆商机 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还是要跟大陆水平分工 但是你取得利益以后 再慢慢的去差异化 这是一个主流的电子资讯业 然后在立基ICT 跟新兴领域 像IOT Big Data 跟传产业 台湾一定要区隔化 为什么 因为我面对大国旁边的小国 绝对要 这个Micropolar 要Differentiation 你看荷兰相对德国 荷兰发展农业生计 花卉物流 区隔德国的工具机 德国的汽车生化 新加坡发展博弈生化 石化区隔马来西亚 这个什么 芬兰发展它的Nokia 最后当然现在是 Agrivert来区隔 苏联的一些能源密集的产业 所以台湾绝对要 我们有什么优势呢 研发少量多样 绿色 安全安心 制裁 认证 还有一个台湾 一定要怎么样 我自己提出一个叫 用蓝色的供应链来替代 红色供应链 为什么 我们讲说 大陆要替代台湾的一些 原料设备 但是台湾呢 我们也可以替代欧美流的设备 我们的LED TFTCD 医疗设备 我们有机会 只是呢 很多企业不敢用国产的设备 所以这里面有点诱因 然后呢 将来鼓励一些 比如说医生做研发 将来呢 医生做一些临床实验 国内的医疗设备 跟国外医疗设备 效率差不多的时候 就拿到国际期刊去发表 这样子告诉你说 国内跟国外是没有差 多鼓励国内 我们每年造1%替代 我们现在有 比如说上兆的进口 你只要1%替代 就一年就100亿 这个事实上是很大的市场 我觉得我们就要 一定要用设备 国产设备 慢慢跟它后面供应用 蓝色供应链 就是一个南海策略 来逐渐的替代 我觉得这个方面 我直接可以做 再来是服务业 为什么服务业呢 没办法放弃大陆市场 为什么 我们台湾现在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薪水是22k 很多人讲说 制造业外移 其实呢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在2004年 我们制造业外移金 在海外生产占40% 我们这几年来 大概这10年来 只现在到50几% 所以每年 其实只外移了 一个百分点 所以制造业该移的 最大部分已经都外移了 台湾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什么 为什么薪水那么低 就是服务业的规模太小 而且我们教改 出了很大问题 为什么 全部训练大学生 所以我们每年少掉 15万去做蓝领阶级 每年要多出15万人 来做什么 做这个什么 做这些白领阶级 所以我们蓝领阶级 是供不应求 白领阶级是供过应求 造成我们会有 24k的困境 所以台湾服务业 一定要第一个 当然刚刚讲 那个洪教授提到 就说本土的一些观光 一些特色的东西 一定是需要的 我觉得台湾政府没有一个跨部会的KPI 你看全部是各行歧视 观光是我们最重要的驱动引擎 我们从来没有想观光可以带动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山西产品 我们的医疗观光 我们的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一个行政院的跨部会的KPI 所以各部会就是本位主义 我觉得只是我的目标达成 所以国家经济为什么起不来 全部各搞各的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觉得服务业 第一个就是要观光驱动引擎 带动各行各业 第二个 我们的服务业一定要走出去 占用东协跟大陆市场 为什么 东协现在东协物服已经到了 人口已经到将近两亿多到三亿 GDP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 将来亚洲的商务测的中产阶级 商务测的中产阶级 2025年中产阶级是在亚洲 印度 东南亚跟大陆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台湾 绝对不能放弃大陆东协的市场 为什么 一定要利用大陆的市场去skill up 去规模扩大 你才有能力去接高阶人力的需求 才有办法提升你薪水 要不然台湾年轻人走不出去 会很糟糕 这几个 那在这个最近大陆的电商 事实上是最近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 跨境电商 我们以前以为是 他把网去卖的东西 现在不是 大陆的电商其实是跨境的贸易 我们现在很多淘宝就在 叫做路边摊 就像木铁店店买一点东西 现在大陆是要把路边摊的东西 放到SOGO上面来 所以它是国家的策略 很多的加值税 行邮税 很多的垮规的障碍 这是它的国家重要战略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hook up 将来我们的中小企业要去大陆 恐怕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家的turning point 再来是人才留人 第一个我们很多领域上面要发展一些新的领域 刚刚那个陈董上来提到 就说这个 陈李上来提到这个品牌 我觉得台湾我们没有走出去 为什么 没有branding office 你在做IoT 你在做big data 你在做什么 一定要在矽谷 重镇里面矽谷 东京机器人 一定要去设立branding office 让你说我台湾这块做人机器 第一个老找商机 第一个才可以挖角人才 你没有低流人才 怎么发展这些产业呢 在哪 所以产创条例的人才里面 我抱歉 我还没有 还有几分钟 一分钟 好那产创条例的 风红露骨 技术露骨的一些缓客 人才的外流 我觉得都很重要 新加坡怎么发展人才 新加坡发展网路安全 第一个 把全世界一千大的人才先锁定 然后一个一个挖角 不能挖角就训练 所以人才起来了 环境起来 租税又起来 整个就起来了 那最近台湾 其实锁定人才 我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政府只要花个几亿 杠杆民间差不多十亿 你锁定文创人才 锁定三十个核心人才 我今天做什么事 我给你两百万的薪水 锁定五年 将来做什么事 你跟大陆合作拍电影 大陆现在夯的 不得要电影 五百部 几乎呢 供不应求 台湾只要每年的拍个一部 每年拍五部 五年的拍二十五部 只要一部红了 整个全就回收了 这是锁定人才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去针对这个东西 那品牌呢 我觉得产业基金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 台湾呢 一定要设在台湾 抱歉再给我两分钟 这个因为台湾呢 MIT 为什么我们观光 一定要在台湾设立MIT的名品层 北中南东设立MIT的名品层 为什么 对大陆做行销 你在台湾看到好的东西 到大陆去呢 台湾的精品 我一定会买啊 所以这里面就是 在台湾对大陆行销 是最方便的 再来是政策工具 我告诉你 现在台湾的 我们的营锁税 降到17% 我们几乎政府 已经没有政策工具 刚刚讲说 我们擦了出去 十几兆 可是政府的举债上限 40% 我们现在已经30几% 38 39了 几乎没有钱了 你知道我告诉你几个数字 大家都觉得很可怕 这个我们的经键支出 在政府的总支出 现在跌到大概15%一下 远地社会福利支出 我们每年在旧经济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 我有40亿的 2G什么 再加上一两百亿 我们大概旧经济的经 花个两百亿 差不多 你知道韩国一年多少 2500亿 我们在做医疗品牌的时候 新加坡一年花多少钱 一亿美金 台湾花多少 100万美金 100% 这个股市的金额 成了金额 我们一年一天不到 1000亿 你知道那个上海深圳 最高的时候 是一天是二 两兆人民币 十兆 是我们的100倍 这个东西 我们最近看棒球 我们希望说超韩 打败日本 打败韩国 对 可是你们知道 我们的球员的薪水 只有韩国人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日本的十分之一 我们都会要用很少的成本 去做杠杆很大的资源 其实这是叫over achievers 这在美国人 美国人讲说over achievers 那我们诟病基金 我想这个经济部 跟这个国家会 都很认真在做诟病 我们200亿 我们现在是200 上次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一个工具技大厂来申请诟病基金 一厂就把全部200亿都吃掉了 怎么诟病呢 现在全世界的FDI的主流 就是诟病 你没有这个钱去诟病 怎么会呢 所以我觉得 巧妇难为五米之所以 闭南语叫什么 叫质米不知道米给了 好 然后再来我就说 讲说第一个要聚焦 为什么 我们是大国心态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发展 一定要聚焦 第二个跨部会共同KPI 我想说没有跨部会共同KPI 中央跟地方没有跨部会的一些 中央地方财政方法 我告诉你 所以讲了一口好计划 可是呢 没有人配合 一定会出问题 好 那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FDI 好 还有一个类主权基金 我觉得是刚刚那个 董事长我听到 就说台湾现在 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因为没有钱了 所以呢 我觉得很多的主权基金 都实际上被污名化 你知道全世界都在用主权基金 德国工业四点 你后面是主权基金在被干 美国呢 没有工业 那个什么主权基金的名 可是美国的 在工业后面就是花旗在support 从新加坡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现在主权基金 第一个透明化 专业经理人 好 然后投资的对象 全部上网 然后几乎不会 而且呢 事实上投资报酬率 每年是平均5到6% 绝对比我们的 这个外货存在 什么东西来得很高 我们每年只要 几点四大基金 几点油厨基金 几点这个东西 我们每年政府 可以多出一千亿出来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我们跟大陆竞争 就是大陆这个巨兔跑得很快 我们像这个乌龟爬 因为没钱 所以我们做得很慢 所以在两岸龟兔赛跑里面 我们只能等着 这个什么兔子 爬不过大河 乌龟可以爬河 或者是等兔子打断了 或者等树最早 我们才有办法赶入大陆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应该加速产创条例 跟我增加购病基金 我们台湾呢 产雷 惊不过 这是我们接待转型的必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 绝对要用崭新的政策工具 新的方向 基金 来投放 不然台湾只能出售快乐 慢速的结构转变 绝对呢 在世界经济中会掉队 以上抱歉 多耽误了几分钟 谢谢 好 谢谢 王副院长 非常 诙谐 然后也非常有深度的发言 我们要拜托 那个 那个行政团队 那个 我们专家学者的 那个意见 要记下来 因为待会我会需要 你们针对他们的回应 不做genal的 好不好 就拜托 针对他们 他们专家学者的意见 要回答 下一位我们请 资测会情报研究所 资讯电子产业研究中心 洪春辉 洪主任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长官 以及各位朋友 大家好 那在此 请代表资测会 产业情报研究所 那就 我们对这个题目 目前所看到的 一些现象 那提出我们的观察 以及建议 那我想 资测会在 长期以来 我们针对 整个资通讯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做了 长时间的观察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说 在过去的这段期间里面 那么整个产业出现了 很大结构性的变化 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里面 那确实需要新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一些工具上面的一些调整 甚至呢 对于我们这个人才激励以及延览措施上面 都需要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 那当然做我们的观察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在过去常常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碰到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 产业界的朋友在问我们说 那资讯产业走到今天 是不是 它的这个就变成西洋产业 如果我们单纯从目前 我们所调查统计的数字来看 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太好看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看到PC的市场开始下滑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手机 这一些产品的这个出货的数字 确实不是很亮丽 那但是我们从整个产业发展的脉络来看的话 我们却认为现阶段资讯产业 可能正处在一个新的 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怎么说呢 我们从过去台湾发展整个资讯产业 到今天来看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说在PC的时代 台湾的厂商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在过去兴起了这些电子五哥 那他们呢有很好的产业聚落 甚至他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 而且供应链的体系不只是这些大公司 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在里面 那这些厂商在国际上来说的话 他们以速度以成本控制 变成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但是呢进到了行动通讯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厂商 开始面临到一些挑战 不管我们看到过去 当然像联发科过去在IC设计做的很好 那他做的很多是通讯的芯片 那我们也看到国内的一些品牌厂商 像是HTC 那他们曾经有过很好的表现 但是呢我们看到供应链在这个地方 碰到了一些挑战 他们需要做到某种程度的整合 我们看到三星看到苹果 在国际上来讲 都做到了很多好的一些垂直整合 那台湾在这个方面的整合 似乎现在碰到了一些挑战 碰到一些问题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现在发现说 手机的出货量 手机的出货成长动力 在长期间来看的话 可能也会开始下滑 那下一代是什么 那大家一直在追 那我们的厂商 不管是大厂或是中小型的厂商 都面临转型的需求 所以大家开始去思考的是 包括张周末董事长提出来 Nest Big Thing 大家在谈下一世代要发展物联网 那其实我们在谈什么叫物联网 物联网各位可以想象 那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刚刚讲 资通讯的这些产业 走到了今天之后 他们有一个新的出海口 是把这些ICT的技术 把这些网络通讯 把这些行动运算的技术 可以应用在非传统的3C产品上面 而这些产品 把这些 这些不管是家电 或是交通 或是校园当中的装置 透过ICT的这些技术 把它整合起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很多新的应用的发展空间 而这些新的发展空间里面 那目前它需要的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跟过去强调效率 强调速度 强调低成本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各位可以想象看看 如果我们这边 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电灯 这个会议室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装置 都跟ICT结合的时候 目前我们的厂商 它过去很擅长做PC 很擅长做手机 它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技术 应用到其他领域 其他产业的整合里面 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 我们常在谈物联网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只要把这些技术 放到别的领域 它就会work 就可以成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它放到其他的领域里面 它需要有其他的产业专家 它需要有跨领域整合的人才 来协助他们处理这方面的issue 而且这些东西 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不会是有规模的 它不会像这些电子五哥在接单 随便就是以一个月几KK为单位 多少百万台为单位 它可能是几千台 可能是几万台 一些小量多样的一些样貌 那我们在看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台湾的产业 其实有很好的本领 来做这些应用 特别是 我想刚刚很多的先进也提到 我们面对中国大陆的红色供应链 中国大陆强调 它有这个市场规模 它有规模经济 它有资金优势 有资本优势 但是在物联网这样子的应用里面 它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发挥它的资本优势 是不是可以发挥它的规模经济 坦白来说未必 那对台湾来说 我们要超越 跟中国大陆在规模经济上的竞争的时候 如果我们选择这种少量多样 利基型产品的发展 这样子的一些领域 当做我们的竞争 或是合作的这些领域的时候 对我们的厂商来讲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中小企业 在里面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 我们在学校里面也发现有很多 非常有创意的人才 非常有创意的团队 甚至我们学校的教授 学校的老师 在这里面也带领很多年轻的朋友 在从事这些新兴应用的开发 那这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厂商 透过我想 包括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 产创条例里面的这些修正 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 不管是人才延览 或是人才激励 有关的这些条文的一些修正 帮助他们可以做到更好的人才激励 帮助他们可以 不只是应用在国内的人才 也可以对国外的人才 有更好的这些吸引 有更好的一些延览 我相信这对我们的产业 在未来的发展会非常的有利 那我想特别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新兴的团队里面 他们不只是开始去找这个人 一起来合作跨国的合作 他们也开始去找跨国的资金 跟跨国的团队进行各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这也看到 我想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看到说 当我们在讨论这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 那这一些新的这些法规的条文 确实那对我们的厂商 在未来的一些发展 我们认为说有很大的注意 因此我想对我们在资策会 针对整个自动讯产业的眼镜来看的话 我非常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我们认为从PC时代 进到行动时代 台湾已经有很好的ICT的产业的聚落 有很强大的制造的基础 但是面对这些新的竞争 特别是物联网所带来的 智慧科技所带来的竞争的时候 这些竞争的条件 竞争的核心竞争要素开始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 更强大的 更有效的人才延览 跟人才激励的措施 才能够因应这些跨领域整合的需求 那我们也需要有更好 更有效率 更能够带动这个产业整并 或是带动这个新兴团队发展的 这些创投 或是主权资金运作的一些模式 来因应这些新的发展趋势 所以我想在未来 这次会也在这个地方会持续的跟产业界一同努力 这是我们简要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宏主任 我们接下来请台湾证券交易所 黄乃宽 黄副总经理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朋友 我想今天是非常的巧合 我也很高兴在这边就这个议题 跟各位报告一下 昨天下午 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里 刚刚通过两个议案 都跟今天的主题蛮相关的 第一个呢 是让这个创投公司 可以申请上市 创投公司其实在刚才主席 开场宣示的三个原则里面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台湾的资金 技术 人才 这三个方向 创投公司显然是扮演了一个 把资金去找最有希望成功的 这个创新产业 去利用的一个中介的角色 那么 在选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即使以这么专业的创投来讲 平均的成功率不到三成 如果没有这个创投的 这个专业的评估的话 可能成功率是更低 这个中间很困难的 什么技术作架等等 这些都是很 很不容易决定的事情 昨天我们这个董事会里 通过了另外一个议案 就是跟我们相关的单位 像这个交易所周边 还有这个集保公司 集货交易所 联合信用卡中心 联征中心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这个新的公司 就是要用这个技术作架 来留住一些人才 那么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要做一个叫做 金融科技的平坦 那这个也是配合 这个金管会的金融科技办公室 成立以后 一连串的这个 接下来做的事项之一 在金管会的金融科技办公室 成立以后 成立了一个这个共同的基金 这是在金融总会底下 去支柱这些创新产业 需要的资金的 那第二个人也规划了一个 创新育成中心 那么昨天做的这个呢 是一个金融科技的平台 这个平台这个概念 其实跟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个议题 应该是有某种意义上的相关 我们面临的这个数位时代 给我们产生了一种 新的经济的模式 这个经济 有人把它叫做 是一个连结的经济 economics of connectedness 就是因为你连的越多 你就能够做出更多的 这个价值出来 举例来说 我们也许有许多人 在用的这个Facebook 它在全球有14亿的人的使用 它自己号称任何一个时间 都有8亿人在Facebook上面 那么这种连结 使得它成了一个 目前无以伦比的 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虽然它自己没有创造出 任何的内容出来 但是所有的内容在上面 广为传播 那么这种连结呢 就是要我们注意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行动的装置 透过这个社群媒体 能够跟它连结起来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资源的话 你可以去运用云端的资源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经济将来会变成一个 叫做programmable economy 这programmable的意思是说 从前我们给人的这个服务 都是千篇欲立的 不管是哪一个客户来 他看到的这个服务的界面 都是一样的 标准化的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有能力了解 这个客户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客户 我可以给他的服务是个人化的 这programmable呢 就是让我一个企业 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我根据不同的客户 我可以有不同的programmable的 这个能力 让他觉得我是在为他服务 这种个人化的 根据这个大数据分析出来的 这样的东西 是将来经济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竞争力 那再一个说法说 这是叫algorithmic economy 就是演算法的经济 也就是说 当我能够跟那么多的群体连结起来 我又能够运用大数据 做个人化的时候 其实我还需要我需要有足够的演算法 让我的服务是及时的 主动的 而且是个人化的 这个algorithm 这个演算法是让我能够把我得到的资讯 演化成 转化成我的行动 这个行动是立刻转化成一个 主动提供个人化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平台的一个目的 让这个平台上面有足够的工具 给金融业 以及这个有创新意愿的企业 到这个平台上来 使用这些工具 组合成他能够提出的服务 所以这里面的概念是 这个平台是一个 大家来把自己有的东西放上来 那有需要的人来这里拿 放上来的人 他也可以拿东西 拿东西的人也可以放上来 所以大家give take 然后就multiply 我们因为大家都愿意拿出来自己的东西 大家都去那边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 别人认为是垃圾的 对我也许是黄金 我把它组合起来以后呢 这个价值就multiply 越来越增加 这个multiply的成果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网络的经济 我们从来没有人想到一个 没有拥有一辆车的这个Uber 他甚至在很多地方是非法的盈域 居然现在市值有四五百亿美金 这个这种multiply的效果 其实是我们在平常这个 传统的经济里面很难想象的 最后除了资金技术之外 刚刚讲到人才 主席跟这个好几位先进在刚刚讲说 讲到这个人才 我很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 一个瑞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一个工作让我每一年要去两次瑞士开会 都是到同一个地点 所以跟当地的人就比较熟悉一点 我居然发现了在那里 找到我一个建宗的学弟 他是从前驻台瑞士代表的儿子 当然他就是瑞士跟台湾的混血 他在台湾读完高中以后 因为他这个 当然他不是凭考试境界中的 但应该是凭他的外交官的子女的关系境界中 他觉得在台湾他绝对没有机会读大学 他就回瑞士 到瑞士他发现他也不需要读大学 他就去重新做这个厨师的学徒 拿到厨师执照以后 他的分享是 你在瑞士不管做厨师 做木匠做修理车子 只要你拿到了这个执照以后 你的起薪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的差别可能只有城乡的差距 大城市里做这个工作 钱多一点 乡下钱少一点 但是不因为你做什么事情而有差异 甚至于当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做经理的话呢 其实也不会比你的员工多拿多少钱 让一个人他从事一个工作 不管是管理工作还是什么工作 是因为他喜欢做这个工作 觉得这个工作能够发挥他的长处 有成就感 而不是因为有更高的待遇做这个工作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在留住人才的时候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 不但是要恢复我们的职绩体系的功能 而且我们并没有歧视白领或蓝领的 任何的意思 在我们发现我们台湾的三十几个银行 感觉到overbanking的时候 我们却发觉在新加坡有三百多个银行 香港也差不多 他们没有overbanking的顾虑 因为在他的眼界里面呢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香港或新加坡而已 他是为全球的客户服务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品牌 我们也是要放宽眼界 要让我们能够为全球的客户服务 当然之前我们要了解 全球的这个数位世代 这个世代的人到底他是怎么生活的 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能够创造出他们要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做出下面一个line 或者是wechat 或者是facebook出来 谢谢 好 谢谢黄副总经理 这个分享呢 与我心有栖栖烟 尤其您的金融科技也好 或者是共享经济 我在前一阵子其实都有大力的鼓吹 我们行政单位呢 应该要特别注意 整个国际趋势的一个变化 不是只有这个闭门造居 那你最后面一点 我觉得讲的更重要 就是我们要以客为尊 尊重自己的工作 尊重自己的行业 只有自己尊重自己 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来 我们的品牌 我们也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这个黄副总经理 下一位我们请财团法人 中卫发展中心 12董事长没到是 12董事长 12董事长 主席 与会的贵宾以及 您师门先生们 大家早上 早安 我今天想用四个英文单词 作为我针对这个 产创条例的一些修正的想法的一些粗浅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ABCD 那A是其实中卫发展中心的在设立之初 我们就是为了要打造这个可能是世界级的团队 那目前大概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A-Team 那这个自行车呢 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产业群聚 那不仅仅是好像在制造的程度上面我们能够领先国际 而且呢在创新的程度上面现在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买家 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亡国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趋势当中呢 我们看到像WEF在多年来 针对全世界的这些产业群聚的效应呢 做的评比台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其实前几年都是一直都是第一名 那去年呢被意大利赶过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分数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4.6 那可能这个当到这个小数点之后 比较多位我们大概有约略的落后 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产业群聚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最主要也因为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产业结构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集群的方式 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够产生更强的竞争优势 那但是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它的难度相当的高 因为厂商和厂商之间要能够合作 他们彼此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针对今天的讨论提纲 有一些新兴的产业发展趋势 比如说这个大智宜云 物联网 智能 智慧化 移动化跟这个云端化的这样的一些产业趋势 或者是在工业4.0这样子的一些发展的结构之下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兴的契机能够去突破厂商之间 互信基础不够坚实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科技的手法能够把所有的生产流程能够连结起来 那这些连结起来所产生的 可能各位过去听过碳足机水足机 那在未来所有的生产足机跟销售 以及使用经验的这些足机呢 全部都变成是一条链 所以我们过去所谈的制造业的这些生产的这些供应链 在未来呢会持续的延伸 而且会延伸的深度会越来越深 它不仅仅只是一些资讯彼此之间的透通 而且是能够从消费的使用经验当中 能够反馈回来对于生产者 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建议 他们在从事一些产品的设计 或者科技的研发的时候呢 能够更针对消费者的这些使用需求 能够做出更精实的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 这个TPS在1990年开始成为全世界管理的典范 那这个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它里面强调的就是LIN 那过去的概念很强 那透过管理的手法的推动 辅导的也很好 但是呢未来我们看到有更大的契机 那第二个B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事实上现在的整个 在这个 或许针对这个经济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 有关于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 并不是最主要的议题 但是呢 事实上最近我们看到社会企业的倡议 跟这个新的B Corp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所谈的是一个Balance 或者是一个Beneficial的一个概念 那不完全以增长 以这个经济的数据为最主要的考量 它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观照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呢 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 事实上台湾的中小企业 要走到这一步 还有相当的程度 要努力的 那但是呢 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中小型的企业 在我们的辅导经验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他们 似乎从更本土 更草根的这些的方式 走上来的时候 特别是像是文创的领域 那他们发挥了台湾所谓的软实力 那这些呢 它所关照的层面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产值 那也对一些人的照顾 环境的照顾 生态的照顾 这些都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启发 那引发了对岸相当多的团体来参访的时候呢 事实上都针对这个部分 有非常非常多深入的探讨 那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的 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去融入 但是我自己没有答案 因为包含这个国发会的这个林副主委 也曾来过我的办公室 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代管基金 但是呢 这件事情就好像刚刚这个黄副总所讲的 那我们过去的确有非常多 第一线辅导产业的一些经验 但是呢 真的去判断他们 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动这些社会企业的发展 我们还是觉得说 可能在这个法治的层面上面 我们很难去规范到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这些条件 坦白讲还是在未来 台湾在追求一些中小企业的 也可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中 需要去关注的 第三个 就是 C是capital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不敢搬门弄斧 不过我自己长期以来 在针对这个产业经济的一些投入的部分呢 那过去比较少去关照到财务金融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这个部分事实上 如果我们从日本的经验当中 他们在全世界打这种世界杯的时候 如果资金锻炼的话 所有的这些这个制造面 或者是说服务面的一些优势呢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维系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汇流的趋势 也就是说这个包含曾主委所谈的Fintech 包含这个怎么样的导入主权基金 能够让更多的制造业 或者说我们的产业能够在大范围的一些战局当中 能够产生一些优势 那这个是我想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从产业条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能够鼓励到 更多的一些产业界的朋友投入这个部分 因为我曾经跟一些金融业的一些高阶主管探讨 我们是不是能够仿效日本的这种商社的模式 也就是说他们在打全球的这些战役的时候呢 其实其见都是银行金融业者 那可是呢 以我们 以我这个 我所问的几位朋友给我的答案 他们比较悲观 那他们 他倒反而建议说 是曾经台湾在国际上面 进行过非常大量资金调度的这些制造业者 他们有非常强的跨境的这些经验 那当然这里面包含了 我们看到实体经济 或者是说在新兴的这些电子商务里面 所衍生出来的这些金融交易模式 这个都是需要重新再去检视 能够建置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 最后一个 第一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Data Economy 那我很简单的讲 就是我自己在很多最近的 这个协助厂商的一些工作 还有在政府政策的一些推动上面 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 在未来其实大家都在抓数据 那所以呢 我曾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未来的Data Flow等于Cash Flow 那你唯有掌握到数据 而且不是只是透过物联网 把数据回传而已 而且你必须要做非常精准的一些 Predictive Analytics 那去做预测性的一些工作 那这些高附加价值的 我们在过去 在追求一些高附加价值 这些经济活动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服务带上去 其实过去政府有非常多好的政策 像三业四化 这些制造业服务化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应该更大力的 再去把它实现出来 才能够去延续过去 台湾在制造领域的这些优势 以上是我大概简单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沙董事长 我们下一个请我们 社团法人全球品牌管理协会的 常务监事方燕玲女士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那我想 我是最后一位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切入 那我想在五年前 出产条例 这个落日 然后产创条例开始以来 这五年我们看到 就是说 整个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 对内投资 它是减少的 那人才呢 我要加三个字 叫不得不外流 人才不得不外流 然后我们的创投不见了 基本上 创投只投这个IPO 它不投这种创新的产业 那另外呢 我们的并购活动呢 也变得不积极了 不像我们过去十年 二十年那么积极 再来 我们非常难过的 就是我们很多 本来在国际上的 自创品牌 也逐渐消失 那这一次的这个 产创条例 的一个修正 主要的重点 是在租税 那我们也很高兴 事实上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从善如流 那我刚提到的 这五个状况 其实在这一次的 修正里面呢 事实上 都有非常多的 琢磨点 那内容大家都很熟悉 那我就 不再赘述 那也很高兴听到 刚刚黄 黄富总这边提到 这个创投 它可以上市了 那我们希望就说 这一次的修订 可以用创投 来引领资金 那我这一边 我针对这一次的 这个修正的内容 还跟我们前面几位 先进语谈人 所谈的 我提出三个建议 希望就说 我们在修正的时候 可以除了现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条例以外 是不是可以更积极一点 那我们知道说 在人才这个方面 人才呢 事实上这次 有做了一些修订 不管是从 制裁权的收益 缓课 或者是从这个 呃 这个员工红利的 一个按面子 课 课税 这个是一个吸引人才的 点 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里面 好像对于这种 年轻 年轻人 还有这个高科技的人才 那因为我 因为小孩子也比较大 就是说 随着小孩子的长大 那也接触到很多 很优秀的年轻人 比如说国外的 前几大的名校 的年轻人 那我是看他们 从小长大的 他们在国外名校 拿到 PHD回来 事实上 现在面临到 找不到好工作 找不到 连一个教职 甚至 我讲白一点 就是说到 比较大的这些 厂商 都找不到 他们想要找的工作 不得不 他们要外流 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 是中国大陆 他们 那个是他们非常非常 不想去 不得不 他们才会去 所以我希望 就是说 我们在条例上 对于这种 高科技的 年轻的 是不是可以 再来给我们 一些琢磨 那另外 在这次 产创条例里面 也看不到 对并购的 租税的奖励 那当然 租税 并不是 推动 这个经济发展的 唯一因素 但是它是一个动因 它可以让这个 动因 那从并购 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 最近我们每次 翻开报纸 有时候就是 看到媒体报道的 就心惊胆跳 我们很怕说 对岸哪一家公司 又要来并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引以为傲的产业 那这个是我们 非常担心的 那这也是我们 陈理事长 一直在推全球品牌 认为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 来扩大我们的 整个的 这个 不管是从我们的 类主权基金 或者是从 鼓励更多的人 投入创投这个行业 去做 海外的并购 就是说 我们要去做反并购 而不是作为一个 被并购的对象 那最后就是 在品牌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刚刚我们已经谈到很多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品牌 对一个 我们一个经济 长期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在整个 这个产创条理的修正 对于品牌 的一个奖励 租税的奖励 可以再给一些诱因 那我以上报告 好 我们谢谢 方 常务 理事 这个 在最后面 学者专家发表的 部分呢 帮大家做了 等于是做了一个结语 把重点的方面呢 全部都点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 接下来呢 要请我们的行政部门 这个 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 学者专家的 所有的 这个意见 简单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说 在回应的过程当中 我要特别拜托一下 我们行政单位 对于今天的题目 还有我们学者专家的 包括刚才所提出来的 强项的部分 包括那个方针的部分 也包括了就是说 怎么样子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我想大家的目标 都是有志一同 但问题是 行政部门 应该要有一个 solution是说 怎么样子做 可以达到 我们留财 怎么样做 可以达到 刚刚前面提到的 产业结合 等等 这样的情形 那尤其刚才那个 方 常务监事里面提到 年轻人的这一块 虽然我们今天是产创 可是我刚前面 引言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我们公司法修正的时候 避锁型公司 已经进来 所以可以用劳务 可以用劳务的方式 然后成立 避锁型公司 那这个当然也 牵涉到财政部 我也拜托 这个许市长 因为许市长 是蛮开放态度的 那个劳务的部分 最近那个财政部呢 在11月5号呢 有一个 那个 解释令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 你的劳务转嫁 for instance 你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 可是他像刚才 那个房仓 常务监事呢 提到就是 他的小孩 比如说假设 他是在网络上面 很厉害的 那他去提供 他就每一天呢 他去做他的这个 网络工作 然后用这个劳务呢 转嫁成公司的股份 也就是他并没有 拿到真正的钱 可是按照财政部 11月5号的 这个解释令的内容呢 他认为 在你转换股票的 那一天呢 那个时候 就会变成 你的所得 那你在第一个时间 你都要缴税 那这个呢 基本上来讲呢 会导致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 闭锁型公司 原来想要 达到的那个目的啊 鼓励年轻人 他可以用他的 一个技能创业 那现在 如果你碰到 家境好的 比如说 那个 那个方 常务监事 他可以support 他的小孩 大概他那个税 可以缴 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碰到一个 这个年轻人 他没有那样的一个 家庭的财力的 情况之下 你要他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用他的 可能往后的 五年的时间 才换着 假设五十万的股票 他在第一年 就要缴税 那他钱从哪里来 那这些等等 都是问题 我们要拜托 行政单位 待会能够一并回应 那我们第一个 就要麻烦 请我们这个 最重要的 这个经济部的 这个省 常务次长 我们这个 国家发展 经济动力的 这个常识 来跟我们回应一下 主席 还有我们今天 来出席的 我们诸位的 这些受邀的专家 还有我们各行政部门 各位委会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呢 刚刚主席有交代 就是针对呢 我们诸位专家 所在关心的部分 希望呢 来做一个回应 那我大概 第一个先做回应 第二个就是 这一次呢 产创的修法 大概的一个 几个方向 重点来做一个处理 那首先呢 刚刚我们这一个 品牌协会这边 也提到呢 就是 大家一直在 关心的 未来 台湾呢 在系统整合这边 来说的话 应该可以做一点事情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过去呢 我们台湾 整个的出口导向 大概都是 集中在 中间才这一块 或者是代工 那代工的话呢 过去大概呢 都没办法 掌握到客户 所以呢 如果景气好的话 撑死 烈死 然后景气不好的话呢 是很痛苦 那台湾呢 一定要去走出一条 可以说最近呢 在谈的就是 系统整合出口这一块 那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可以说最近呢 也稍微 时机也成熟了 早期你可以看到呢 台湾 在系统整合这一块 都是还是 所谓系统整合 大概就是 整场整案 或是整体解决方案 Toto solution 这样的一个案子啊 过去都是依赖呢 就是这些 先进的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这些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几年下来 我们大概呢 从硬体 软体 规划设计 然后硬体 软体 服务 整个呢 都已经把它建过起来 那比如说 像最近在谈的 我们整个呢 在这个系统整合 像石化的部分 我们这一个 中顶公司呢 在这一个 中东的卡达 马来西亚 等等这些石化厂呢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 有九个案子 那现在呢 已经完成八个 那现在还在 承接一个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谈 整体解决方案 那可以带动呢 从这个 所谓的 可行性分析 然后到 系统的规划的设计 设计完以后 到硬体的设备的提供 然后到最后呢 去建制 去建这些厂 然后建完以后 可以 把它帮他做 测试 测试完以后呢 甚至于对方说 像新加坡 我就可以帮你 带操作这个 石化厂跟燃油厂 那这部分呢 台湾能力都出来啦 那比如说像 那个 火力发电厂 也是一样 我们这一次呢 到APEC的 能源部长级会议呢 那像 菲律宾的参议员 就感谢台湾呢 帮菲律宾呢 建了这个火力电厂 台塑重工 建了22个火力电厂 那有14个 已经在运转 都不错 有8个正在建造中 那这个部分 占菲律宾的整个 电力系统容量呢 占了11.3% 所以这一条路 来说的话呢 是未来呢 可以说 从行政院呢 到府里面 都相当支持这一条 来把台湾呢 过去产业的 这一种所谓的 低附加价值 高筑化 可以把它带出来 那第二个呢 也谈到这一个 所谓电子商务 这一部分 网络经济时代 来临整个通路 整个市场 整个都改变了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昨天 前天呢 前天就 这个商业师 有一个计划呢 辅导我们国内的 一个业者 去见过什么呢 见过就是 我们所谓的 台湾的 现在大家在谈的 这一个 所谓电子商务啊 我们这一个 所谓跨境的 电子商务的 这些像 Amazon啦 Ebay啦 那如何去借接 那台湾呢 如果中小企业 能够透过一个 平台基柱 去借接 跨境的电子商务 马上就可以 把台湾的 中小企业呢 能够带上 这一个 所谓的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马上解决 通路的问题 那这一块呢 大概 我昨天 前天呢 我跟中小企业总会 这边呢 林飞英 林董事长 大家谈 谈了以后 马上就可以 把台湾的 中小企业呢 就带出去 那再来 大家就谈的 就是像 台湾A-Team 这个方式 台湾的A-Team呢 可以说是 产业升级的 一个典范 比如说像 自行车来说的话 早期台湾呢 低阶的 自行车 被中国大陆 取代掉 那刚好呢 就是像 捷安特 以及 这一个 美利达 这两个老板 兼器成建 然后呢 把优质的 供应链 形成一个 A-Team的供应商 然后台湾的 产业从自行车 那时候就开始 转型 高阶自行车 那高阶自行车 以后呢 把台湾呢 现在在 高阶自行车呢 是全球第二大 仅出于德国 那再来就 转型到什么呢 转型到 刚刚呢 我们 涉董事长 在谈的 所谓的 三列事务化 里面的 制造业服务化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台湾的U-bike 就是把 这个高阶自行车 晚而在做 什么呢 资认系统 在 开闭 另外一个 商机 就是让 这些 消费者 利用自行车的 骑乘 去骑出 健康 急出 快乐 骑出 幸福 然后带来一波 新的商机 那这里面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 大家像耳熟能详的 U-bike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把这个自行车 再加上 资认系统的服务 这样本个带出来 那这部分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再来就是 那再来就是提到呢 所谓的 需要一个产业基金 是有必要 可以看到呢 大家都在服务 产业基金 需要像半导体 可以看到 大陆的这些 用这一种大基金 要来怎么样 来吸引我们 入股我们台湾的 这一个所谓 主力产业 半导体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呢 这个是可以 大家来思考 待会可能国发会 这边 有一些并购基金的 一些想法 第二个呢 就是谈到呢 这个两种经理 谈到全球歧视 台湾的机会 然后谈到呢 资料是 这个Data is Keen 那这个是可以说 是掌握商业的发展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呢 Big Data时代的来临 可以看到呢 资料经济 可以说是可以 来掌握一切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这一个生产率4.0 那就是 透过 这一个生产者 透过消费大事迹 去掌握 什么东西 掌握这些 所谓的 你生产 市场上的 这些市场端的需求 然后像你家电厂商 你要生产 什么样的 家电产品 那什么款式的产品 就是从这一个 Big Data 去Data mining出来 然后来作为 这样的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是 确实是蛮重要 这个部分可以说 现在呢 在智慧亚的应用里面 都是在谈这一块 那品牌的重要 品牌就是要先有品质 跟规模 才能来支撑 这个品牌 那品牌可以看到 我就几个最简单的 我们传统产业 我们这个厚里的 这个业统产业 这个业统产业 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产业在跟我讲说 我现在卖给人家 交给品牌上是一万 他贴上品牌 变十万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品牌的价值 确实是台湾产业 一定要来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就谈到呢 这个两种也谈到 人才的 这个信誓的流失 所以谈到呢 三个件事情 这个部分 从行政部门来说的话 院里面已经有重视了 这国外在主导 一个是 益彩 培育人才 流财 染财 这三步起来处理 那可以看到 培育人才呢 一定会从 所谓的 技术交易体系来谈 技术交易体系来谈的话呢 就是要从产协合作 或者是像刚刚呢 这个有提到 瑞士的师徒著的这些呢 可以说看到呢 这个是台湾的 未来在技术交易改革呢 我们一定要落实 不是文凭主义 一定要技能 所以经济部这边也来 跟教育部在和 建立一个所谓的职能的认定 然后拿到执照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各个的工业集来支持的 各个的产业工协会 去取得的 自动化的工程师 取得以后 机械业马上无条件 加三千到四千 那这个license是有用的 机器人的执照 也是一样 那这些呢 工业集会再来加强 那也来强调 产协合作 像那一天呢 这些产业界也有建立 产业去支持 产协合作所支出的费用 是不是可以来 试用 研发的投资底检 那这个部分呢 院长也折成了 听完简报 要折成工业局呢 在十月底要完成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 作业要点的修订 来激励 我们产业界 来支持产协合作 来试用投资底检 这个就是很清楚 支税诱因 有了 大家就动起来了 那教育的部分 再来流财的部分 就是呢 我们这一次的 这一个修法里面 产串修法里面呢 员工酬劳的这些股票 以及员工的现金增诸认股 以及员工库长股 员工认股的潜意凭证 以及呢 限制型员工的这些 所谓的 这些新股的这些花放 这些呢 都可以在这个 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时候呢 启德的时候 环缴呢 这个守得税五年 这个部分大概 这一次的修法里面 有把它纳进来 这个是作为留财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一个 染财的部分 染财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也是国外这边 来主导一个净财费报 那这部分呢 本部呢 投资业务处呢 成立一个染财的部分 就在海外呢 设染财中心 把这些不错的人财 透过我们这个 染财的资料库 然后呢 把这些优财的人财呢 把它吸纳进来 那进来以后呢 可能相关的配套 如何把这些人能够 能够留下来 援览下来 交易啦 各方面都要配套的检讨 这个部分已经在谈了 那再来 清华大学 洪教授也提到呢 就是现在的 这个产业环境的营造 欠缺之税的诱因 这是事实 每次我们提出来的 所有的方案 产业界就是 马上一计划 牛肉在哪里 那因为呢 这个产业创新条例 可以说呢 可以说那时候 还税移民 现在25% 减掉8% 是17% 就是清税减证 还税移民 所以那个所谓 租税诱因那8% 已经还到 企业界的口袋里 所以每次推出来 财政部说 对不起 这个清税减证 税已经还税 以产业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 可能我们要再来 思考这一块 那也提到呢 就是提到引用了 这一个 陈信龙陈所长提到 强调创新的出动 出动 让先期使用者 然后产役的试炼 然后出口 那这部分很简单 最近我们都在做 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在推的一些计划 衍生的商机 达到呢 经济规模 培育新的产业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 像现在在谈的 智慧教育里面的智慧教师 我们就是在北高两个 教育单位 来执行 国小跟国中的智慧教师 练兵完以后呢 资车会就带着 国内的这些ebook e-pad 这些业者的硬体 跟110的康典业者 直接打进了 越南的教育部 然后呢 去建了五千个智慧教师 因为国内先练兵完以后呢 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OK了以后 我们就直接呢 就做整场整案 系统性的试吃 那刚刚也提到说 像防灾 太阳能 太阳能 我们现在已经都有出口了 那长照等等 就是由赤进健康 然后长照的这些 这一个国内的计划 衍生的需求 先给国内练兵 练完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带上国际市场 那再来就是 王健全 王副院长在谈了几个东西 就是说 很多企业都不敢用国产的设备 所以呢 怎么样 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始终我们 如果要去 打国际市场 人家说你的RECO在哪里 你的REFERENCE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呢 目前 现在案里面 已经都很清楚了 在推计划的同时 衍生的器材的商机 如果国内的国产品质 价格交货期符合的话 一定优先采用国产品 比如说 我现在在谈的像 台售中工 为什么可以销到 菲律宾去 火力电厂 当时我在当科长的时候 台电的外国器材 先要经过工业纪来review 我们就会来召开一个协调会 公司双方协调会 请问台电你为什么要外国 然后我也问国内业者 你为什么要求台电 要内国 你的品质价格交货期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判断完以后 我们说台售中工这个部分 减速储輪机 磨煤机是ready的 好 我们就说火力电厂里面 哪几块国内可以供应的 对不起 这个就留下来 在spec里面就是 由国内来local content 那这样给它练兵机会 用了它自己的话 你的reference record都有 所以人家国外就敢用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 目前我们在推了几个东西 像现在的 里岸轰利发电 欧秀 大概欧秀的话 大概有3GW到4GW 就是整个未来的 再生能源里面的 里岸轰利 大概有600架 到800架的商机 就是刚好可以建立一个 里岸轰利的产业 新的产业机会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国内业者就会 优先在国内做 所以我这个 上个礼拜六呢 我跑到这个台中港 去主持我们永贯 永贯就是做 里岸轰利的大型住建 的厂商的动土典礼 那这个做下去 才知道说 全球的大型的 里岸轰利的大型住建 都是永贯做的 那他呢 为了整个这个商机的 来临他扩厂 那扩厂呢 我们刚好在那个 里岸轰利专期的旁边 我们现在责成呢 标准检验级 把测试能力建起来 然后去跟TUV 欧洲的这些认证实验室 取得国际相互认证 那这样就可以把 国内的市场呢 就连结了 那再来 王文会长也提到呢 这个跨境电商 这个部分 我刚刚已经有回应 这个部分 会我们有一个平台 把国内的中小企业 透过这个平台 去跟跨境的电商的平台 去连结 把国内中小企业的商品 直接无红接轨就出去 然后带动呢 协助中小企业来 拓销市场 那再来就谈到 Triplei这边 谈到物联网 这个部分可以说 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所谓的 行动宽品的应用 Cloud 还有Big Data 到IoT 可以说大家都在谈 智慧化的应用 那智慧化的应用 范围是很广 从智慧家庭里面 属于执行义乐 到各部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 到智慧教育就教育部 智慧运输就是 所谓的交通部 智慧运输你可以看到呢 最简单的 就是像这一个 所谓ETC 电子收费系统 电子收费系统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我们到 这一个ITS 全球的 这个智慧运输 系统的年会 我们到法国 波尔多去 阿朗斯 针对 支持一个台湾forum 让全球知道 台湾的ETC 在全球呢 是首创 而且呢 精准度是99.97%的精准度 那也让世界各国都很有兴趣来跟我们谈 所以那天我也看到呢 我们的摊位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副部长 带着十几个人来跟我们洽谈 还有越南也跟我们签了这个所谓的顾问服务的合约等等 澳洲也在谈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从所谓的智慧应用里面在谈 物联网衍生了很多的智慧应用 那这些智慧应用呢 比如说像经济部就负责智慧生产 就是所谓生产力自点 4.0 那这些完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完了又变成一个智慧国家 所以这些计划的推动衍生的很多的商机都会在这里来做 给大家做练兵的机会 尤其谈到少量多样这个部分是事实 过去呢都是大量生产 然后产品生命周期很长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都是少量多样又是客制化 而且产品生命周期很短 但是呢生产力4.0很清楚 就是把市场端跟生产端呢 直接对话 直接对话 你可以从这个市场端的Big Data里面掌握 直接消费资讯 你生产端就知道你要做智慧的决定 你要怎么来生产 生产什么产品 透过什么方式来生产 能够达到最佳化 来符合消费者的一个期待 那再来就是这一个政政交易所 黄副总提到的 现在呢来说的话 产业需要资金 需要技术 需要人才 那这部分提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服务平台 我觉得蛮好的 这可以带动呢引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刚提到个人化 客制化 那这些都是从这一个所谓的资料经济演算经济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给台湾的一个产业一个新机会 这部分我们会把握这一次 很深的智慧化应用里面的商机 会把台湾的产业带到另一波来 那沙董事长在谈的几个问题 也是一样就是在谈到A-Team这部分 大概台湾是有这个优势 那社会企业 我们中小企业处也在推 这是一个歧视 那现在呢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在行政院 红院红征委员的带领之下 我们定期都跟这些社会企业座谈 所有面临的问题 主意拿出来 我们主意各部会全部都参加 然后针对问题主意的解答 包括金管会国发会财政部 各方面劳动部都有出席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就会乱出什么东西 去把问题找出来后 最后来才知道说社会企业 政府需要有什么的角色扮演跟协助 那再来这一个第一的话 Data经济这个我刚也提到 这个部分可以说确实是可以看到 那天副院长也在跟几位校长在谈 几个学校也为了迎接 Big Data时代来临 有这个资料研究所资料的细手 这些大事迹的这些细手都已经都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安火这边方副总也提了蛮多 并过的部分 他建立的就是IP收入访客 员工的面额访客 还有最重要是强调 年轻人投入高科技的诱因在哪里 这一块确实是我们要来思考 尤其现在很多PhD找不到工作 这个部分可以说半老体业者也在讲 是不是要有一个大的计划 让这些大学的教授看到有这个大计划以后 然后这些所谓的青年协主在填细手的 才艳力再来进入到这个产业 然后透过这个大计划给这一个练兵的机会 那学校产业界 那这部分经济部跟科技部 有在企业一个这一种大产协计划来支持 那并过的部分可能待会我们这一个高副主委会来回应 那品牌的部分就是资税奖励的部分 我们大概也要来思考一下 那最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 我们大概几件事情要来做 第一个就是产业升级转型这一块来说的话 大概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力产业一定要把它把握住 比如说像半导体这种主力产业 或者是面板产业车辆产业 还有机械产业纺织产业 这些主力产业我们一定要把它keep住 那要针对它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最近这一个行政院毛院长 针对这五大主力产业 逐一都专案的会议来讨论 讨论完就提到行政院NH报告 报告完定案以后 我们就这样来走 巩固主力产业 那再来推动新兴的产业的部分 大概我刚刚讲的 从这一个所谓的智慧化的应用所演成的智慧程式 里面所有的这些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 智慧生产 智慧交通 等等这些的应用 在我们的行动宽品 实际应用服务计划里面 有大概有 大概六七十亿在 过推 那跟着这个applator 跟我们的这些产业界 去整合来练兵 然后这些练了以后 就会带出新兴的产业出来 那这个是产业升级转型的时候 会朝这样来走 那出口的部分呢 我跟大家报告呢 大概会透过系统整合 这些做这种系统性的这些 整场整案来推 来带动 比如说像太阳能这样的一个电厂整场 像Ubike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带出去 那这些的话呢 像这个所谓的智慧交通里面的ETC 我们就是这样整个来推这种系统整合出口 那最后呢 就是产业一定要有投资 所以次进投资这块 我们大概几件事情来做 第一个就是新计划 衍生了新的商机 如果器材的需求 达到一个经济规模 来毁业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这个计划来推 比如说像现在呢 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电动车的计划 电动车的计划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电动大巴士 电动大巴士呢 大概就是过去 我们的电动车 我们的车辆是在起跑点 就是引擎 我们慢了人家 但是呢 电动车的时代 我们是最重要的核心三件事情 一个就是马达 一个是控制器 一个是电池 这三个解决台湾 那台湾马达没有是在起跑点 你可以看到TESTA里面的马达 就是我们家的 那电动大巴里面呢 马达这些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呢 用工业局的计划跟技术处的计划 把这些电动车的技术把它呢 利用这些计划来支持我们产业界 然后把它练兵以后 然后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桃园啊新竹啊 还有高雄 这几个客运里面都有很多的 我们电动大巴的适应型计划 适应型计划起来以后 这个产业就起来了 那电动机车你可以看到 我们来支持哥哥罗 哥哥罗就是上次去年的西秀呢 哥哥罗在西秀发表呢 被认定为是 iPhone级的电动机车 那这部分大概我就先回应到这个地方 那产创条例 我们这一次的修法部分来说的话 大概立法院现在在审议的部分 大概几个一个是 员工奖筹股票还缴税的部分 技术入股还缴税的部分 这个部分大概都有处理 这部分已经离开委员会 已经到党政协商 至于新的部分我们提出来是几件事情 一个是强化国营事业的员花 因为国营事业本身来说的话 它的整个在缘化的需求蛮大 那这个缘化可以带动 协界跟产业界一起进来 这个有它的tigger的作用 再来人才赔育的部分也是一样 人才赔育的赔信的部分 能不能就是我们来争取 适用投资抵减 还有就是产业人才的能力鉴定中心 这个部分在人才的 资源赔育的部分 我们会做这两件 那促成产协合作的部分 这部分也可以看到 如果说这些研发机构执行单位 将一定比例的技术入股 分配给这些协议机构的人员 也可以来还缴税 这些都是赤进诱因 然后赤进产业投资的部分 就是景气的救生签的部分 就是投资一定金额或征聘一定 这个本国旗的员工的话 那可以运用这个资税奖益来激励民间投资 那再来就是也谈到有限和合法的部分 这个也可以来资税奖益 我们有建议 第五个就是无形资产IP的平价机制 因为你到最后你这是无形资产 因为知识经济 你IP一定要有建价制度来说的话 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来推动 那核化产业用地的部分 大概我大概就是先回应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沈次长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国发会的高副主委 高副主委可能特别拜托一下 尤其人力资源的部分 是在您的这个国发会的职长 那其实刚才那个沈次长提到那个留财 部分目前台湾的 您先请 目前台湾的那个情形呢 其实那些技术股也好 那个员工任务权凭证 你会发现大概都只适用在赚钱的公司 那刚刚刚刚刚刚新创的公司 或者是不赚钱的公司 基本上那些的制度呢 几乎完全用不上 那你国外揽财的部分 我觉得你揽财竟然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 他在台湾的生活的待遇呢 不会比他在原来国家差嘛 第二个是说他有他的career 他有他的future 他有他的未来嘛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以台湾的这个租税啊 尤其自然人的这个所得税率 其实是相当高啦 所以你有一个理想 但这个落实的几率有多大 再拜托那个高副主委 还有呢 像那个沈次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将来会透过机制 鼓励先用台湾的这个产品 可是我们知道就拿那个捷运啊 悠有卡来讲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那个理事长也知道 我们台湾的那个悠有卡 里面用的那个软体啊 基本上来讲是 菲律普的子公司的那个软体嘛 所以他当初我们就把他 直接植入在那个机器上面 所以你将来任何的公司 在做的时候呢 只要菲律普他那个 他不给你那个授权 我们也没跟他谈强制授权 也没有 所以等于是这个钱 全部都是老外赚走的啦 那现在高雄的捷运的部分 用的是Sony的系统 日本的系统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来讲 其实对台湾厂商来讲 刚刚好都没有做到 刚才那个沈次长提到的 反而都是让外国人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他只有一个软体 他就赚了你台湾 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一个权利金 所以我想那个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可以特别拜托 那个高副主委 就是你针对几个重要的问题 尤其留财 揽财 然后怎么样子能够创造出 台湾将来 真的是有全球品牌的 直接回应 好不好 好 主席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行政团队的同仁 大家好 我想今天非常高兴 可以聆听到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然后我想 其实我也非常赞同大家的看法 就是我想今天有两个主軸 一个就是说 其实台湾结构的转型升级 是翻转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 关键因素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刚才主席有讲到 那要翻展 要促进产业升级里面 人才跟资金 这两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还有包括品牌 那我想我就从 那个主席比较关心的 这个人才的 这个方面先来讲 就是说 我想过去呢 人才流失一直是 国内非常关注的问题 那包括 其实有一些 这个报告说 台湾事实上是 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那所以呢 其实呢 针对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我们在 行政院在9月8号 已经核定了一个叫 全球净财的这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大概一个是 一个大概有三个层面 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积极的全球揽财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不管是 刚才习委员有讲到新加坡 他根本就是主动去找人才 那过去呢 其实我们国内呢 在全球揽财这块 一直都没有非常积极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 8月7号的时候呢 我们过去 我们就开玩笑说 我们过去都是揽财 是那个被制旁的财 就是我们吸引投资 我们非常的 这个积极 可是我们吸引人才这一块 其实事实上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 我们成立一个 全球揽财联合服务中心 投资及揽财服务中心 然后从此我们这个 Contact Taiwan 这个一个 应该是虚实整合这个网站 其实我们大概 明年大概也会正式成立 那这个联合服务中心 事实上已经成立了 那这个服务中心呢 事实上 它是串接海外的 外交部的29个 院处的 揽财服务窗口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海外 也有一个积极的 这个网络连结 那至于这个服务中心成立以后 除了针对大家的一些 我们就有一个专业的经营人 然后需要做一些揽财服务的 这些都会可以在这边 以外呢 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经济部 我们就锁定了十个重点产业 需要 就这些厂商需要的海外人才呢 我们呢 积极呢 去做一些海外人才的媒合 然后我想这一部分还有 除了这些所谓企业需要的 这些人才以外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最近 其实台湾因为我们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的那个 其实我们的那个 进财条件并不太好 也就是我们薪资 其实并不太高 那其实我们 最近我们其实教育部 跟我们其实都有积极在推动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扩大海外的 这些青年愿意到台湾来 不管是做intern 做留学或等等的相关 因为他只要来到台湾 他有可能爱上台湾 就愿意留在台湾 那我们包括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说 我们要让那个海外的 乔生留台 所以我们有个评点机制 现在几乎所有的乔外生 他毕业以后 他不需要回到 乔居地工作两年以后 也没有收到薪资的限制 他只要雇主愿意雇佣他 他都可以留在台湾 那这个对台湾 在打东南亚市场 事实上有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实施到现在 其实成效也非常的好 大概就是有两千多名的 这个学生 这个乔外生 愿意留在台湾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人吸进来了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留财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 应该是跟国际市场 可以有竞争的薪资水准 我想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这次其实 我们非常谢谢这次这个 这个主席还有这个经济部 我们觉得说 这次的产创条例的修正里面 其实就是恢复了提供的 企业他愿意 他可以留住人才的一些条件 那这一部分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次的产创条例的修正 其实对于台湾 对于这个产业 竞逐人才这一块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这一方面以外 我们呢 我们也 目前也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支援 学研机构竞逐人才 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教育部 跟这个一些科研机关 都有一个谈心计划 然后以示就是说 原来的薪水以外 他还有一个补助的 加码补助的方式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我们会 其实这个制度实施 有一段时间 可是成效并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们会 我们折成经济部 折成教育部 还有这个科技部呢 他要把这个 这些的薪资水准 要建立一个 绩效导向的弹心资助 而且要扩大它的几据 就是不同的学科 他要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薪水的几据 这样才比较容易 真的用这个弹心资助 真的可以吸引到人才 那我们也在检讨说 科研机关怎么样 让它的制度更有弹性 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包括公益员院等等 等等的相关机关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塑造 一些友善的生活环境 也是说 如果外国人 他留在台湾的时候 他怎么样可以 他愿意在台湾生活 那中间呢 其实有 包括这个工作居留签证 还有外籍新生儿纳保 等等的 这些措施 其实目前都在 立法院修法 就是stock在立法院的 修法过程中间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会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注意这一块 那我想这一部分是 大概是有关于 我们目前就留住人才部分 行政部门努力的 应该是一些 一些 一些作为 那刚刚其实大家也 也讲到资金的那个层面 就是说 大家会谈到说 其实 最近大概只光到台湾来并购 那中间大家会很担心 就是将来是 可能会大陆会买台湾 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资本市场的活络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资本市场的活络里面呢 其实呢 怎么样创造比较 企业比较高的本益比 让企业的筹支更容易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那包括大院最近也 费了振手税 我想这个基本上 也是力据于这样的考量 那我想呢 其实 其实金管会在创柜板 还有这个股权性的群众募资里面 也做了很多创新的作为 我想这一部分都有助于 资本市场活络协助企业 那我们想 我们也会 刚才听到好消息就是说 创投公司可以上市 这个是我们一直想要诉求的 因为创投公司里面 投资的都是早期风险性的投资 那这一部分的创投公司 可以申请上市 这对于台湾的新创企业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资金的来源跟挹注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部分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非常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金融机构的 包括受险基金 这块的基金怎么样 channel到企业的投资 这块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之前我们有请 就是我们在 其实我们经济体积常化措施里面 就有一项是 要研议放宽保险业 投入这些 所谓的银法 这些服务业 产业等等的 所以我想这一块 我们也会努力 那第三个 就是大家其实刚刚讲到 非常多的 就是说 怎么样用国家的力量呢 点火 然后包括我们 并购基金的成立 那我想并购基金 我们目前国发会的200亿 目前呢 其实已经正式的 这个通过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受理 这个一些民间 这个并购基金的申请 那我想在年底 很快就有第一个 所谓国发基金投资的 民间的并购基金的成立 那我想 刚刚委员也有讲到说 200亿其实规模 其实并不大 我想就政府来说 某个程度政府做点火 我们希望可以营造民间企业 这种所谓的 善意并购的这些热潮 那包括在我们 其实我们强化体制措施里面 有研议成立主权基金 那这个这部分 其实我们国发会也正在 就比如说 这个主权基金的组织法制 资金筹做 人事制度 薪资结构 我们在进行研系 我想这个也是在进行当中 OK 那至于 我想这个资金跟人才 事实上是翻转台湾产业 这个转型升级 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那我觉得说 可是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在产业升级里面 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非常简单的说 大概我目前的 大概的产业升级转型政策 大概有两个面向 一个叫固本 一个叫拔萃 也就是固本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巩固 因为大家知道说 半导体在台湾出口的 四分之一 它占的产值非常大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 现在的这些 半导体面板 车辆 机械 纺织等等的 这些台湾目前的 主力产业 可以维持它的产业竞争力 我想包括我们怎么样 协助它 发展关键技术 还有刚刚其实委员 提到的 怎么样让它 可以建立自由品牌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让 而且其实这些的 主力产业很多 很多都是本土产业 其实刚刚也有委员提到说 本土产业的福祉也很重要 那第二个 我刚刚要讲的时候 拔萃 因为刚刚很多委员 也有谈到说 其实我们台湾呢 未来我们面对的呢 刚刚讲到这个主力产业 那是红色供应链 本土供应链的威胁 其实将来是 行动网机网路的崛起 物联网的商机 Big Data的商机 Data的这个世代 我们怎么样掌握住 那其实刚刚委员也有谈到 大家不需要悲观 因为就这个 物联网是在台湾 是拥有商机的 第一个 物联网 物联网所有都要用硬体载具 台湾有非常好的硬体载具 将来物联网是少量多样 客制化的 台湾的制造 客制化的能力非常强 可是将来就要怎么样 让我们的硬体 应该是说 由软硬整合 以硬带软 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目前这样 怎么样软硬整合 以硬带软 政府的措施就是两个 生产力4.0 跟青年的创新创业 我们现在正在做 就是要朝这个方向 来翻转台湾整个的 产业发展的形态 好 那我想时间到了 我就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高副主委 好 我们接下来请 那个财政部副税 财政部那个许次长 主席 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行政机关代表先进 那针对专家学者的发言呢 我想全部都集中人才 人才的部分呢 我想这一次我们也配合 在产业发展条例 里面呢 对国人的部分呢 有一些出税奖励 那第一个呢 智慧财产权呢 做价入股了 可以缓隔所的优惠 第二个呢 上市三贵或新贵公司呢 配合限制型股票 与特定关键员工呢 可以按时价 或者净值赎低的 计算所得课税 那第三个呢 员工货配 股票 请讲丑的话呢 也可以缓隔所的优惠 那至于外籍员工的部分呢 现在就有了 就是说 我们盈利事业 带外籍员工 假设五国所罗税的话 是可以薪资费用来入账 另外呢 我们也规划在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呢 提供 外籍专业人士呢 他的薪资所得呢 可以减半课税三年 这个优惠 另外呢 当然也有很多的专家学 提到了呢 就是有关并购的部分 当然 里面提到并购基金的部分 那事实上并购呢 我们在 企业并购法 还有金融机构合并法里面呢 也有提供了很多租税的优惠 那第三点呢 我们王副院长呢 特别提到观光 那观光当然就是 交融部的主要应用之一了 那事实上我们在 发展观光条例 50条之一里面呢 对税呢 也有配合 就是外籍旅客呢 他来购物的话呢 可以退款营业税的 那我们未来也准备一化 所以说让这个退税呢 更方便 更迅速 另外 第四部分呢 就是要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我们 盈利税所的税率啦 刚才我们省市长提过 25降为17 事实上我们行政院当初 不是要降为17啦 是降为20 我想这个 经济部也很清楚 但是提供另外 四项的出税奖励 但是案子送到立法院以后啦 他认为 只保留研发投资地点就好了 那20降为17 那这个对我们赢索税啦 事实上影响很大 我报告一个数据 97年度啦 我们盈利税所的课征了 4452亿 目前还是最高点 结果99年实施以后呢 25降为17以后呢 我们只课到2857亿 那去年呢 终于突破4000亿 4026亿 那看今年能不能达到 97年的最高点 所以说呢 当初的构想 就是说希望轻税减证 我租税奖励尽量减少 好了 那当然必要的奖励 我们还是支持的 但是基本上 我想我们产业 经济部 它本身一定要有产业政策 我们租税 只是配合资源的角色而已 你不能说全部在 我们租税 那刚才我们洪助理教授 和王副院长提到 今天我们收了税 除了各部用以外 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陈理事长提到了 产业发展基金 并购基金 这些都要钱嘛 就从税来支持嘛 所以你这些很多 租业节目减掉以后呢 税源就减少 所以刚才讲的 97年度 4452亿 营锁税了 99年度降到2857亿 终于到去年 恢复到4026亿 那今年或许看能不能达到 4400亿左右 另外刚才主席也特别指教了 就是说 有关于我们在 104年11月5号 以劳务啊 这部分来 入 这是取得 避锁性股份公司股票股权的部分 那当然呢 假如马上课税的话 或许啦 就感觉很重 事实上呢 我先讲 第一点啊 它可以在 这个公司章子里面限定 一定期间不能转让 事实上从一个 公司角度来说 你既然有这个劳务 表示很特殊劳务 所以说你最好 限定一段期间 你不要转让 那一定期间不能转让的时候 这段时间是不会课税的 另外 假定没有这种限制的话 当然课税事实上 我们晓得这些 所谓必锁性公司的 都是会公开上市公司 那草丧 草丧时期呢 我们是按 净子来课税 那净子其实都很低的 所以负担也不会很重 所以这一点 我想公司的 可以在 譬如张城里面的限定 它既然有用 专业劳务 那希望你不要说 拿股票就跑掉了 所以在一定期间 那这样子 也达到这个目的 那以上的话呢 我想刚才 各位专家学者都提到了 那 我们财政部呢 基本上是做支援角色 有必要的注射节目才做 那希望就是说 我们尽量配合 不过呢 一定要考虑到财政 所以刚才那个情况呢 几个专家学者都提到了 所以这一部分呢 也谢谢各位的事实配合 谢谢 好 谢谢许市长 许市长留步一下 那个 您刚刚前面提到 那个闭锁型公司的 课税的部分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在限定一定的期间 对对对 那如果公司张城里面讲说 这个 它在 比如说前五年 前五年不可以转让 然后前五年不可以转让的期间 你就不课税 你到第六年才开始 课税 然后你到第六年课税 如果它那个时候的净值 如果它那个时候净值是负的 它就不用缴税 很好 那 那 那这个 我想这个讯息 应该是经济部可以 让这个 所有的 可以 可能可以上一下 那个 闭锁型公司的网站 让 这些年轻朋友 因为我知道 现在已经有八家了嘛 所以让年轻朋友知道 那这个可能 方 方 方 长次 您的公子 可能 也可以考虑 这个方向 谢谢许次长 我们下一位请劳动部 这个是副司长 黄副司长 主席各位 宇慧先进 那劳动部的 在这个部分来讲 刚刚我们今天 听了很多大家的意见 那大概有两个 两个区块 一块是有关 那个 员工薪资的这个部分 的这一块部分 那其实我们最近 有看到两则新闻 一则是 陈伟英 在美国的那个约 用一年的话 五亿他 不接受 那五亿 五亿很多了 那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台湾其实 哪一个职棒 的球团 可以用五亿 去雇一个人 没有 那第二个新闻 是那个 林志胜 那他说 他考虑 被韩国挖走 那其实我们在 都凸显了 刚刚讲的 那个主题 我们人才是 什么样子 是留不住 留不住的原因 何在 也许是我们的事业单位 没有给足够的 一个金额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 今天的解决方案 有的是从租税的部分来讲 来做一些处理 那其实在这个租税的部分来说 对于这些被挖走的 球员也好 或者说我们流失到 国外的人才也好 他们到国外 也有一个税的问题 一样是有税的问题 可能我们是不是在 事业单位这一端来讲 我们到底认为是 员工该拿到多少钱 我们给他一个合理的 一个公平的评价没有 如果我们事业单位 已经给他一个公平 合理的评价 甚至说 纵使有税的部分也好 税要刻多少也好 都已经考虑进去了 那就再拉高嘛 拉到他这个人 是可以留得下来的 而且跟公司的需求 和平衡点是一个 可以平衡下来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 有一些上市公司 甚至他的 给我们员工的待遇 其实到很高的程度 也没有 我们也看到说 有些事业单位 如果说我们给员工 多加薪一点点 到底会影响他EPS 很多吗 也不见得 那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说 国内很多事业单位 在这个整个公司治理 在包括薪酬管理的 这个部分来讲 希望给我们员工的 这个部分来讲 有多一点点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对整体的流彩来讲 会有比较正向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提到的是 有关我们高阶的 白领的人才进来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 劳动力发展署 那是不是可以请他来做补充 劳动力发展署 您请留步副市长 主席还有各位与会的先进好 劳动力发展署 就外籍专业人士 刘彩的部分 大概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那有关于外籍专业人士的 揽才跟刘彩的工作 除了刚刚那个副主委有提到 目前因为已经有一个精彩策略的小组 那有一个联合的 揽才的联合服务中心之外 劳动力发展署主要的角色 是就外籍专业人士 来台工作的一些相关资格的条件 做一些检讨 那目前我们的做法的部分 大概在于放宽外籍专业人士 来台工作的一些相关限制的部分 大概我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目前可以处理的部分 就是刚刚副主委有提到 因为目前在台湾 就学的一些桥外生 其实他因为对 桥居地的环境熟悉 那因为在台就学的期限 也熟悉我国相关的一些 一些生活状况 跟一些产业发展的状况 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些 桥外生评点的机制 那这些我们已经投注教育资源 在台就学的这些桥外生 在毕业之后 可以顺利的留台工作 那甚至是可以当作 在我国跟他在桥居地之间的 一些桥梁担任企业 一些协调联系的角色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去年已经推动 一个桥外生的评点制度 那让桥外生可以透过一些 项目的评选之后 可以避免目前 因为目前外籍专业人士 来台工作主要会卡 如果他是专业人士的话 他可能需要具备有两年工作经验 那或者是具备两年的工作经验 相关的条件规定 那目前桥外生评点士 是把一些评点项目列出来 那就不会特别去限制 这些桥外生 他必须要具备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制度推展之后 到目前为止 已经大概有1200多人 次是顺利透过评点士留台了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后续也在继续检讨 相关评点项目跟评点机制 如何达到减证便明的效果 那另外在除了桥外生之外 对于外来外籍专业人士 来台的诱因 或者是条件的放宽的部分的话 因为目前外籍专业人士 他主要也是一样 需要具备两年的工作经验 那他薪资月薪 可能需要达到17971以上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才会认为 这个可能是需要 引进外籍专业人士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目前也在检讨修正 说未来有没有可能 比照类似桥外生的方式 运用评点的项目 如果这个外籍专业人士 他在相关的条件表现 有特殊的话 其实可能我们就不会 特别去限制 他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薪资的项目 需要达到一定的资格条件 才可以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预计 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的时候 会有个具体的讨论的结果出来 那除此之外的话 因为外籍专业人士来台 可能会牵涉到的问题 包括他家内人口 可能也要一併来台生活 那对于来台生活的一些 相关协助的措施 除了刚刚几位部会的 长官有提到 可能在生活环境 或生活辅导的部分 有一些资源的网络之外 大概我们也会去检讨 外籍专业人士来台之后 因为可能不太可能 仅靠他一个人的薪水 就可以支持整个家庭的支出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去检讨这些 外籍人士的配偶 他在台工作的一些 相关条件 是不是可以配合 这个外籍专业人士雇佣的期间 有一些比较相对放宽的做法 那以上大概是针对 白领外籍人士来台工作 除了我们搭配 其他相关部会的一些 染财措施之外 在条件的检讨 跟放宽的部分 目前是劳动力发展署一个主要检讨的方向 那预计的话 我们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 大概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公司出来 那后续都会就 寻一些法治修正的程序 去建设相关的作业 以上 谢谢 那两位我请教一下 就是说 对于我们前面 他们发言的时候 曾经有询问到 尤其是像那个方 常务理事 他用公子的例子来讲 那我们不是鼓励说 你现在用那个闭锁型公司的话 他就可以自行创业吗 那现在如果年轻人几个工作室 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Whosco就蛮成功的 最后面用几个人 然后最后用五亿元的部分卖掉 那如果他们几个 假设他们几个年轻人 在那边创业的时候 用他的劳务 提供服务 设立闭锁型公司 那他们到底算雇主 还算员工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 董事 公司的股东本身 也可能是提供劳务的 同时在提供劳务的状态 那如果以公司的 董事的身份来去提供劳务的话 那跟公司中间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委任关系下的 提供劳务状态 像一般现在 有的事业单位 也有执行董事 这个部分 那其实他就 还是并不是员工的状态 这不是受雇劳工的状态 所以简单来讲 你的意见就是说 像那样的情况之下 几个年轻人如果创立 类似像早期中国大陆的个体户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人都不算是公司的员工 也都不适用劳动基准法 然后也就没有你所谓的公时的限制 或者其他的规定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以董事的身份 来去执行那个公司的相关业务的部分 他就不是劳动基准法规范的那个受雇 受雇的劳工 那就没有劳动基准法规范 那如果他用经理人呢 比如说简单来讲的话 五个年轻人他组成一个公司 里面有董事 假设有三个是董事 另外两个是经理人呢 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适用劳基法 有还是没有 经理人的部分的话 如果跟公司之间是依照公司法做委任的这样 也没有劳基法 好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将来必锁行公司 我们可以期待的是 全部都不适用劳基法的规定 他也不用保劳建保 然后那个退休金的提拨 也不用提拨 是不是这样子 按照劳动部的意见是这样子吗 看看他是不是还有雇用其他员工 假设没有 假设就是 假设年轻人他也没有钱 他就是老板兼壮中 如果这些人他本身都是雇主身份的话 或者说跟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的话 那就没有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 好那你将来就不可以 说人家违反劳基法 处罚人家 我们先确定 先确定这样 那也不能够说人家超时工作 尤其现在物联网时代 我们讲全球又有time zone 不同的time zone 所以你不能够讲说 人家三更半夜 在跟国外联系的时候 说他违反劳基法规定 这是确定的 因为这个我们的公听会的讯息 是会除了 除了刊载立法院公报之外 是会出去的 所以我刚刚听到 劳动部的 劳动部的资讯是这样 所以简单来讲 将来年轻人创业 如果没有钱 他把钱省下来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他就不是用劳基法的规定 那你将来所有东西都会 劳基法都可以规避掉了 没关系 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这个是劳动部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请 谢谢 谢谢劳动部 接下来我们请科技部 这个许副市长 主席还有各位 也会先请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这边大概科技部 就四点部分做补充 第一个是在产学合作的部分 因为产学合作 目前是我们科技部 从国科会改制成科技部 一个重要的业务重点 那从去年三月 我们改制成科技部之后 部与头成立一个产学 科技师就是我所在的师 就是负责产学合作的业务 那我们分成三个面向在推动 第一个是机制面 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机制上的设计 鼓励这个学界的老师 更乐于投入这相关的产学合作 那我们包括说 提供一些相关的诱因 像我们今年就放宽 这个教授如果主持 产学合作计划主持人费 不受过去专题计划一个限制 让老师比较愿意投入 那另外像学校老师 如果过去坚持的部分 我们也跟全序部 汇旋放宽这个兼职的 时数的限制 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 产业面 刚刚省次长有提到 我们针对像 比较国家重要的产业 像半导体产业 目前我们就跟半导体协会 有在Cooking一个计划 希望透过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然后跟产业合作 培育产业下一个阶段 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跟人才 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在做的就是研发成果 产业化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 过去政府 就是我们国家主要的研发成果 大概都是属于政府出资所产生的 那我们目前也在规划说 像过去这研发成果 在科技技术有办法试定的时候 这样研发成果从政府机关下放到学校 那学校有些研发成果 怎么样把它活化运用 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利基 我们过去一年也在思考这样的方式 那在科技部有定了一个办法 像科技部补助的研发成果 目前是已经可以适用 缓科税相关的规定 那未来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产业条例的修正 把它制度化 变成是一个全国一体适用 因为目前政府研发成果 不止科技部 像农委会 卫福部 都有相关的研发成果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条例的修正 能够一致于松绑 那第三个是人才培育的部分 刚刚高副主委也提到 就是像揽才的部分 我们有所谈谈心方案 跟教育部一起在推动 那未来呢 我们针对外国的博士生 这我们部长也有指示 尤其是半导体产业这样的博士生 怎么样吸引他到国内来 来修读博士学位 那进一步在产业当中工作 这部分我们目前也在 跟教育部规划相关的方案 那第四个部分是创新创业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院里头有个创创汇报 那这个国发会是总窗口 那我们也配合相关的一些措施 包括我们科技部有两个主要政策 一个就是创新创业技艺计划 那另外一个就是链接矽谷 我们过去一年有在矽谷成立一个 创新创业中心 那我们希望把矽谷这样一个 创新创业的氛围 包括他的技术人才能够跟国内的产业做链接 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下一步新兴的产业 那以上报告 好谢谢 这个许副司长 感谢 我们接下来请金管会的 薛大勇 薛副处长 副处长您是管这个资讯服务的 那您是不是顺便讲一下 因为现在全球我们刚刚讲到年轻人创业的时候 那个您请就位 那个那个尤其啊 尤其在全球各地的这个募资平台啊 呃台湾目前来讲是对于那个 那个募资的部分呢 类似像Flying V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是有管制就是他不可以用现金 或者是股权作为 有价证券作为代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呃其他国家也是啦 除了英国以外 除了英国以外 所以您待会报告的时候 可不可以多加一项 对于这种这种年轻人的创业的部分呢 怎么样子能够呃提到 就像今晚我会一再提到的 他们的募资的多元化 但是又不影响到投资人的权益 可不可以呃也附带提一下 好谢谢 是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与会的这个先进 还有我们行政部门的长官 跟同仁大家好 那金管会呢 其实在这个我们在 就是推动这个资本市场 这个积极去活络这个产业部分 我们一向是不遗余力啦 我们也都一直很支持 所以在今天这个产创条例的部分来讲呢 我就像主席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说他主要主轴是包含到 人才技术还有资金的部分 那我想先对这个主席 刚才所指示的部分 针对一个募资的部分 我们金管会先做个说明 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资讯服务处 那因为我们这个募资的部分 是牵涉到其他的局处 包含到我们的棋局 证券货局 包含到我们的银行局的部分 那包含到其他刚才有讲到 这个保险业的部分 所以那就我这边所知道的部分来讲 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金管会其实在这个 资本市场积极活络 产业的部分来讲 我们原则上大概是 目前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刚才主席所提到 这个有关募资的部分 募资的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有积极在推动一个 股权性质的一个募资 那就是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将来就是说我们 不管是创投或是其他的资金部分 他们针对一些比较认为 比较有发展潜力的一些 新创的事业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希望他们能够成立一个具有股权性质的一个募资的一个方式 这是第一个部分来讲 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 针对一些属于微型企业 它具有一些创新创意的一些 这些小型的微型企业部分来讲 那它是怎么样去募得一个资金呢 所以这部分来讲 我们这个金管会呢 原则上 我们也最近有推出一个 创柜版的一个活动 一个平台 这个创柜版的平台呢 其实上它原则上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创意的柜台 只要这个微型企业 它具有一些创新创意的一个性质来讲的话 那我们这个是不具有股权性质 它具有一个斗内的性质 也就是说同仁 一些社会一些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比较能够赞助一些 新微创事业的一些民众 他们觉得说 这个新的创意来讲 是蛮具有一些未来的发展性 那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也会鼓励说 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 能够对这些微型企业 能够做一些赞助 这是第二个部分来讲 第三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刚才提到说 有关于人才的部分 因为其实人才部分来讲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也是蛮有一些深刻的体验 因为人才部分其实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包含到 刚才前面几位先进有提到说 比如说一些比较 就是家境不是很好的一些企业 一些青年学子 他们常常需要去做一些募款 或是说学贷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那我们在经管会部分来讲 我们最近也有 又推出了一些翻转人生的一个活动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有办理一些大专生 就是一些比较清函 但是非常优秀的一些金融的一些青年学生 我们办理一个金融就业的一个公益专班 所以针对这部分来讲 就是说将来呢 这些专班我们给他专业的训练 专业的课程 然后并且在他将来就是说毕业的时候呢 可以给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的辅导跟转介 所以我觉得这来讲 对一个社会的一个会来讲 这个我们经管会也是积极在做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 金管会其实在去年呢 我们就已经积极在推动一个国内金融企业的一个转型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出一个bank 3.0的部分 那这个bank 3.0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今年等于说是设定今年会是金融创新的一个元年 所以我们在今年时候我们宣布了大概有11项的一个大资料的一个应用计划 这个11项大资料应用计划里面呢 我们开创并且打造了一个就是大资料的平台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像联合信用卡中心的一个资料平台 它开放了大概将近80亿笔的资料 供民众去加值去服务去运用 这个是鼓励一些创新的一些作为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 我们其实金管会也非常就是积极的鼓励 就是金融机构能够转投资一些像金融科技公司 它包含到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大资料部分 Big Data的还有云端的部分 然后另外可能就是最近的一些行动支付 我们银行局的电子支付的部分 还包含到一些这个Robot Advisor的 就是机器人投资顾问的部分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能够积极的 能够去投资到这些这些金融的科技公司 那我们在法条的修正部分来讲 我们也将这个投资的上限从原本的5%提升到100% 所以说希望这个金融这个机构能够积极的 能够投资这些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主委呢 在今年10月的时候呢 我们成立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个办公室 那由主委去担任这个金融科技办公室的主任 那我们原则上金融科技办公室呢 大概原则上会有四个政策呢 大概这四个政策 第一就是说我们会成立一些金融科技推动的一个基金 那这个基金呢 初期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募资到2亿 那这个目标也已经达成了 那未来的希望能够募资到10亿 那这10亿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要做的很多的一些政策跟一些方向来讲 其中包含到必须我们要建立一个创新的一个 创新创业的一个基地 另外像刚才黄副总也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也成立一些这个 应该是说一个平台的部分 然后可以做一个创新服务的平台 大家可以做交流 做一些资源的一些共享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也会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大资料库 这个大资料库的话 就是将来能够大家所有一些金融一些相关 包含到科技的一些资料呢 能够都在里面大家能够共同来引用 所以这部分来讲 那我们目前是就是以这个政策来在推行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金融科技办公室部分来讲 我们是另外会找 就是社会上一些产观学界的一些选择 然后成立一个金融科技咨询的一个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刚召开过 就是有听取了一些建言 那些建言的话 就是我们预计会在明年1月的时候 我们会发布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 白皮书 那里面会告诉就是说 我们整个金管会包含到金融机构 将来怎么样在这个金融科技的部分来讲 是怎么样去推动 那怎么样去鼓励创新 以上大概是我们金管会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薛副处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呢我简单的在这边做一个小节 我想无可否认的 这个推动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 跟我们的产业升级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 那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台湾其实具备有能够发展全球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问题是说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 才能够在最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呢 达成这样的目的 今天与会的学者专家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官员 从发言的内容上面来看 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领域 还有每一个common的地方呢 都非常的精辟 然后也非常的详实 务实 那我也相信我们的行政单位呢 会把我们学者专家的这些宝贵的建议呢 都带回去研究 我觉得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我觉得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啦 大家的共同努力 透过我们学者专家的实物上面的经验 再加上我们的行政团队的执行能力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 能够真正的打爬它这个具体的落实 那我也期待呢 我常常有一个感触啦 我觉得一二年级生呢 帮台湾奠定了今天的基础 也让我们有机会白手起家 我个人是白手起家的 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家庭背景 就是公务人员家庭警察子弟而已 可是我觉得因为一二年级生的努力 他有这样的一个构想 让我们这一辈 他有白手起家的这个机会 那实际上面 个人的努力也做到了 但是我总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三四年级生好像 很抱歉 三四年级生我觉得好像没有帮 往后的 不管七八年级生或六七八年级生 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做了什么事情 是帮他们铺下一条路 是将来他们也有白手起家的一个机会 那我希望就是说 透过今天这样的工庭会 我觉得工庭会只是一个引头而已 他不是一个就是说 像昙花一线一样 讲完就不去落实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拜托 我们的行政单位 能够把专家学者的意见听进去 然后能够具体的落实它 我希望下一次 而且我希望在这个很短的将来 不要太久 很短的将来 我觉得我们真的能够让台湾 重新站在站上国际舞台 不要每一次台湾站上国际舞台的时候 总是政治新闻 不能够回 我们让台湾再上国际舞台的时候 是经济上国际舞台 不要再是政治的议题上国际舞台 那我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呢 将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 不是只有是幕后的推手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光鲜亮丽的上国际舞台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与会的 贵宾学者专家先进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行政单位的长官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有书面资料的 这个学者专家先进朋友 或者我们行政单位 是不是把这个资料给我们 在今天下班之前把资料给我们 我们会刊登公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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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